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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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呢 有回答问题慢慢开始 warm up 这本课会非常有意思 因为有些事情会教的比较慢 那你比较急 这有点像急诊 你知道吗 急诊就先看 那没有什么问题OK 那如果是平常那个 我们就是要养生 那也不是门诊 养生 所以修这门课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或者跟听演讲不一样 演讲因为只有两小时 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 把人家的问题给 做一个澄清或厘清这样的 然后把我的 17个礼拜的笑话 集中在两个小时讲 所以有时候听起来像是笑话 而不像是上课 昨天就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老师我觉得你上课笑话太多 我说那你还很客气 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教学评鉴上 老师我上课我完全受不了你 因为你都在讲笑话 我是个非常严肃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好 第一个问题 本学期第一个问题 看了好多关于感情的书 你再看得多 也不会比台上这个人多 所以不要讲那么好多啦 好老啦这种 会触紧生情的话 老师 尤其好老这句话 一定要小心 你们是不希望把老师给刺激到 也听了非常多 类似的演讲跟迎对 真的啊 爱情真的需要这么累 和费心的学习吗 那你听那么多 看那么多干嘛呢 你不就这么费心的学习 还去迎对演讲 你自己讲什么呢你 有的人不需要啦 有的人会在我们看起来 非常好命的 生下来嫌这个什么银汤匙还金汤匙 还什么汤匙 我希望他别噎着 反正说 这怎么了 生下来他噎着一个汤匙 然后没拿出来他就挂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比喻有什么好 什么他是蓝血的啦 Blue blood 你蓝血谁输血给你啊 小叮当嘛 他这样子皮肤蓝而已啊 他血不是蓝的 Blue blood什么 嫌金汤匙的 有些人真的是举重若轻啊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很困难的问题 对他来讲轻而易举 我们比较常看到就是帅哥跟眉 正妹啦在我们这个时代 帅跟正妹最大的困扰就是说 哎呀他们都追我好讨厌喔这样 帅哥就是那种 一天到晚有那种学妹爱他爱得要死的那种 那我们大部分人修这门课大概 那讲好吗 我怕你们就不修了 我本来要讲的我可以先讲出来吗 不是真的意思我停住了 说你们这边你们也不是什么帅哥正妹啊这样 后来发现这样不能讲对不对 讲了你们就谁说了全部出去了 所以这个倒带 那这堂课呢同学都有这方面的需要 好吧就去掉那个脑中的那一部分 因为他们好像现在不能制作这种 我脑中的想的 我本来希望这门课呢 我讲一些很正式 但是会砰插出来说 其实孙老师这时候想的是这个 你们又都不是帅哥美女 干嘛来修我的课呢 或你们就是帅哥美才要来修我的课 懂吗 然后就收掉这样 然后表现人就很正常啊 懂吗 因为没办法这个说 我只好一个人扮演好几个角色 很辛苦的 大部分人都需要学习 尤其你碰到困难了 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你大概都需要学习 只是呢这个课呢 像爱情方面的问题 还有包括友情啊 其实也有很大问题 亲情有的时候也是问题 那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天生就会的 没什么好教的 没什么好学的 那你只是比较倒霉而已 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当然阻碍了你对很多事情的了解 那很多事情最后归因到你个人 都是因为你啊 你这么烂的人 当然不会有人跟你在一起啊 你怎么样 就变成是一个个人问题 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教社会学比较强调 很多所谓的个人问题 其实是社会问题 这个你慢慢在这些机会发现 好 需不需要这样 是否要怎样才能有健康的爱情 你如果爱情不要想着健康 不要想着正常 把这些事实观先抛掉 你就想怎么样会有爱情 这可能快一点 你一定要想健康的爱情 你的前提还是得回到 那什么是爱情 你才会想说 哎我这东西健康跟不健康 健康不健康在台湾呢 因为这需要卫生署 然后你要有什么医师证明 你才能决定健康跟不健康 老子这两个课没办法解答 这个健康跟不健康的问题 我们只告诉你有这些现象 如果任何现象 引起了当事人极大的困扰 跟别人的困扰 那这个就是个问题 如果当事人没困扰 关我们什么事 好 不管这是什么样的 我们认为健康或不健康的爱情 或是性 有人认为爱情就是性 有人爱情不是性 那管他性跟不性 不关你的事 好 那这个问题就先这样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本学期第二个问题 老师请问分手的男女朋友 你看一下问到分手 那个人还没爱情 这人已经要分手了 这人跳得真快啊 这叫量子跳跃是不是 老师请问分手的男女朋友 对于进入下一段感情的时间 老师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该有一段沉淀时间 马上进入下一段是否妥当 这是有关时间的问题 分手以后什么时候在开始的问题 我就建议同学 尤其电脑很好发明一个APP 我的爱情要在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你就每天打开你的APP 反正你会先输入你的星座嘛 对 你只要输入生日的话 那中国的西洋的乱七八糟的 还有老师强调的用化学元素表算命法 你们谁能发明这就是你们的财富 记住朝向未来的思考 不要去想什么八字啦 什么阴阳五行啦 12到黄道12宫那都是很老的东西 化学元素表算命法 好 那如果你能发明这个APP 你就可以打开说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很奇怪很多人对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社会的关系 对于量化很精确的东西 希望能够掌握到 我是不是在五分三十秒的时候 或者我在离开他三十天的时候 我可以展开下一段恋情会比较好 什么事情都要看人 不要看外在的东西 如果那个人出现了什么时候都好 如果那个没出现 你干嘛在台大校门口这样招揽吗 哎 下一个 还有那个分手还有一个问题 就什么时候要交往 另外不是时间的问题 说你分手以后 这有一点像多年前 有一封网路上流传的一个一封信 他教你的是电脑 但是讲的其实都是爱情 他说你要怎么样新增一个城市呢 电脑的城市 你要新增一个城市很简单 你必须用新增移除城市 移除把它移除干净 你才能新增城市那样运作 才不会出问题 你不能就一个城市 哪里就把它盖过去 盖过去常常会有一些box 你就会出问题 所以你要建立mark 2之前 你必须把mark 1的东西 第一版的全部删掉 但是在谈恋爱呢 第一版全部删掉是完全不可能的 恋爱的分手的人 有几个错误的追寻 第一个遗忘 这所有有忘情水这种歌 没有这种东西 有这条歌没有这种东西 你谈过恋爱 你做过一些事情 基本上你不太会遗忘 尤其像恋爱这么大的事情 初恋是件小事 恋爱是件大事 不会遗忘 不要追寻遗忘 那你追寻遗忘 不要追寻几年 几月 几号以后会开始 不要追寻这种 失恋是很难过的事情 就好好痛哭啊 好好把自己过去的那个恋爱东西 好好把它想过一遍 你就比较容易重新开始 如果你从来不想 从来就憋着 当作没那回事 自欺 欺人 苦头在后面 有一天你会有个大崩溃 那个大崩溃你会不知其然的 那个大崩溃可能来自两个月后 可能来自两年后 可能来自二十年后 如果你没好好处理的话 这个大崩溃就等在那儿 所以这个分手的问题要好好处理 我们就有一张会教你分手的 爱情的分手的那个部分 那有一些学术研究 也有一些其他的经验 或者书上讲的电视上的 或者歌曲里面的 或者连续剧的这样 所以不要问着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要把问题解决的那个时候 才是最好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五十天三十天那种 那种时间点没有的 好 记住 好 第三个问题 一个女生很喜欢一个男生 他们会一起看电影吃饭 但在外面不会牵手 那在里面会牵手吗 不会牵手就不会牵手 怎么叫外面不会牵手 老师马上讲着 只要不在外面他们都牵手 吃饭的时候桌子底下牵手 看电影的时候黑的时候牵手 如果不是你就不必写 他们在外面不会分手 就他们不会牵手 不是不会分手 我好像讲错了 指向是朋友 你认为朋友不会牵手啊 有人过马路过河 来来来来牵一下 所以你看到牵手 不表示他是怎么样的人啊 万一你看到一天 孙老师被一个人牵着手 男生爱女生 你小学生了你 老师可能年纪越来越大 终于一天拐杖也不行 你们就先充当老师的拐杖 对不对 或老师其实别有用心 同学 老师现在累了 来当老师馆上牵个手吧 这都有可能的了 我是不可能的了 这讲讲就算了 好 指向是朋友 进了房间就成了情侣 什么意思 你好含蓄 进了房间 我们这算不算房间 你们现在座位都是一个一个的 我们小学的时候 座位是两个两个的这样 那一个一个你就没办法牵手了 对不对 我建议我的课以为爱情社会学 应该改成两个一张的椅子 连着的桌子 这样的话情侣就可以坐在那边牵手 如果你跟他不是情侣 你就在桌上画一条线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小时候跟我一样都玩过嘛 好了 进了房间就成了情侣 在外面不牵手像是朋友 好 我觉得可能是侦探或情报员 不能在外面暴露身份 男生说现在开心相处比较重要 在房间的时候说嘛 你现在有两个场景 一个在房间外 一个在房间内 现在相处开心比较重要 男生通常进的房间会比较开心 暂时还不想在一起 那你就到房间外啊 在一起也是个很含混的字眼 我常常不知道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好 这男的到底喜欢女生吗 你是说喜欢这个女生 还是喜欢general的女生 你是说她是不是同性恋吗 还是怎么样 只是想当炮友 老师sorry 谢谢 你假如不知道老师 为什么对炮友那么感冒 请你问一下 还是以后可能会在一起 同学你真的写得太含混了 我都不知道 到底进了房间发生什么事 进了房间如果发生了性关系 那基本上你跟我sorry 这件事情是对的 如果进了房间只是大家聊天 那会不会是朋友 你们其实也没有超过朋友啊 为什么不会是朋友呢 朋友不是一个人界定的 就像爱情也不是一个人界定 你认为他是你的情人 他并不认为他是你的情人的时候 这就没有关系 你可以跟别人讲 你跟他是不是对情人 也有一首歌是这个 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对不起啊 老师的歌都有点老 最近也急着忙着在追寻新的知识这样 老师现在除了知道初音之外 还知道进什么东西的 那个同学介绍 我看完了 然后还是名字忘了 真实 好回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 不是一个人认定是不是朋友 还有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也不一定 一般的想法会是说 男生呢最好先把女生骗上床 骗上床以后呢 反正在骗上床之前 他什么话言巧语都答应你 等到骗上床以后呢 他就说 对不起我最近很忙 你只要看一个外国电影叫 Maybe he's not that into you 我不知道中文翻是什么 那也是啊 他会不会 给我电话号码吗 那他会不会打电话给你 不会打电话给你 为什么不会打电话 还给你要电话号码呢 那个故事 找了很多大台明星来演嘛 你可以看一下 有兴趣的话看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那个男生到底喜不喜欢女生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你不该问我 你该问那个男生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到底跟我进的房间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反正那时候我不在场 你就可以用那个字 你到底只想跟我当那个友呢 还是 孙老师恨的那个友 这样讲话有点长 我就忍耐一下 你到底想跟我当炮友呢 还是我们有别的 你有别的想法 你可以问他 你不要问我 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进了房间 不牵手 这事情有时候不代表什么意思 有的人在刚开始谈恋爱 进入喜憨期的时候就完全牵手 但有的人呢手心会出汗 尤其天气更热的话 你手心不出汗 两个手握着 空气不流通也出汗 那有人不喜欢那种出汗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不牵手并不代表什么 每个时代或是像你 不一定每个时代 每个人有时候对于亲密关系的定义是不一样 有人只要走在一起就有幸福的感觉 以前还有一首歌 说我走在你背后看你的背影 我都觉得很幸福 我不知道我常不了解这些写词人在想什么 但是有人的每个人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这个希望有稍微解答你的问题 问他不要问我 关键问题都问他不要问我 好 哦这问题也是 你们都是到这个阶段了吗 分手后的情人还能当好朋友吗 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有条件的 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也问过同学 也观察过什么样的同学分手之后 还可以当好朋友 我发现了还包括我的童年年离婚 我们讲到更那个的话 发现了只要分手如果没有欺骗 一个人没有骗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觉得没有受骗 那么要当好朋友可能性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你只觉得说我们两个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那你没骗我 你外面也没小三 你也没搞七点三 你就是发现我们两个不适合 我也发现我们两个不适合 OK那我们就离婚 或我们就分手 这个呢要当好朋友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大部分人在分手之后选择欺骗 因为觉得那样最快 欲速则不达 你最快的结果就是 你将来人家发现了你是个谎言的时候 你会愿意跟一个骗你人在一起吗 很简单啊 你愿意跟一个骗你人在一起吗 没有人愿意的 没有人愿意 这是为什么我们恨诈骗集团 不然的话我们应该拥抱诈骗集团 那一天都很骗你 那很高兴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人愿意被骗 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跟一个人不幸要分手 你把事情讲清楚 诚诚实实讲清楚 然后也获得对方同意 这个诚实包括最简单的 我们 我跟你在一起再也没有感觉了 这是一个现象的描述 那至于为什么没感觉 你可以去探索 有的人真的不知道 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一个人我们就觉得 哇好兴奋 好有缘分 然后觉得想跟他在一起 这感觉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每 我们看我们活到那么大 看了那么多人 有些人就让我们第一眼 能够抓住我们的眼光 抓住我们的心 大部分人都不行的 可是他抓住你 你不一定抓住他 通常你不会抓住他 很少两人一看 哇就这样互相抓住 那个几率小之又小 趋近于零 趋近于零 所以很多人是 第一人先看到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经过了某个阶段 才慢慢接受到这个人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所以诚实交往 从一开始就与诚实沟通 我上第一堂课就告诉你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因为有很多你到时候 会要跟他沟通的地方 沟通不表示一定要分手 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社会 然后大部分人的性别 到时候是不一样的 那你到时候希望什么 这不是一个可以 就是可以假定的事情 你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 就是这场的小事 尤其交往越深 生活范围越多要交错的时候 就更多会看不到的 我常常的比喻是人跟人呢 每个人像一颗钻石 每个钻石有不同的切面 有些事情对你很重要 就那个钻石切面最大的部分 我们通常就在找另外一颗 那个切面跟我们差不多大 我们可以跟他共同辉映的 那颗钻石 其他切面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怎么去找 那个跟你大处相同 小处相异的那个人 你要找全部相同的人 双胞胎都不是 你就不要想有全部相同的人 因为你刚开始的接触 范围小 面积小 你就会觉得 哎呀 我跟他真的好合喔 我们跟他同样喜欢同一首歌 同样喜欢一首电影 同样参加一个社团 你同样同同同看你能同几个 到后来就不一样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同跟异 在你的价值观里面放到什么地位 就看你这个钻石什么东西对你是最重要 别忘了人会成长 你年轻的时候觉得重要的东西 可能过了一阵就不重要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你觉得重要的东西 可能再过一阵你就觉得不重要 这就是需要共同奋斗的地方 有人可以一起成长 所以我不喜欢的话 就是我希望跟他在一起牵手 一起变老这样 我就变老不重要 变得有智慧比较重要 你变老然后两人呆呆的 干嘛呢 人就是要有智慧 你在上学念书上课 就希望你有智慧 帮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这是念书的目的 不是只是为了求高分 然后到时候能找到一个职业 找职业到时候你会发现 是全世界相对而言最不难的事情 相对而言相对什么 相对于人生观 相对于你的终身伴侣 相对这些那些很难 考试再努力你已经念这个学校 努力考试基本上没有不成的 你已经一路过关斩将了 你像关公一样 对不对 这杯酒等一下我回来再喝 等它斩完了谁回来那酒还热的 你就像关公一样 这东西对你来讲举重若轻 对很多人来讲举轻若重 可是这也只有你的专长 你其他事情老天爷就有眼了 你在这方面好 其他地方一定要让你烂一点 事事都好你做人就太辛苦了 事事都好你就做人就太辛苦了 不可能的 像老师呢喜欢吃蛋糕就怕胖 然后看了上礼拜的录影带 看完以后就觉得 怎么我拍的这边有两条坠肉呢 我上礼拜一直在照镜子 每天这样 然后我想我在干嘛呢 我就是这样的人 要不然怎样 我就是有坠肉的人 我不能承认这一点吗 然后就看到凤梨书 就马上承认这一点 所以今天就非常快乐的来上课 没有什么都好的嘛 对不对 那老师只要智慧 对我个人而言是最重要的 我长怎么样相对原来是不重要的 你只要有辨识度 走进来你不会说 老师你走错了 你是隔壁内间的 我就知道我还年轻 哪一天总有一天我会走进来 各位同学现在上 爱情社会学 老师这是微积分啊 哎呦 那我的危机真的是很大 然后再走进去 今天我发明了一堆 微积分的笑话 跟听完聊天 他去修微积分 我说你不知道 微积分就告诉你这是危机啊 Crisis 那分呢 零分啊 你不觉得还是危机吗 我们就是开很多很多微积分的玩笑 这样 有的学员很聪明啊 你跟他开 你跟他开个头 他就会接下去这样 分手的仪式是什么 你们今天是干嘛 你们今天是 才第一堂课呢 回答问题就都分手了 你们 我现在开分手社会学好 这样分一下 分手社会学 初恋社会学 暗恋社会学 这样开五班 这样的话学生就尽量收 每一班收五十人 你看我可以收多少人了 大家都同乐一下 好 分手的仪式是什么 然后下面有答案 一起买东西 挖个洞买东西 国王有个猪耳朵 国王有个猪耳朵 那也是买东西 烧东西 哎呦 讲清楚啊 你不要说中火啊 还是一起出去玩 吃饭 偶尔完整的相互道别 怎么叫完整的相互道别 我听过最夸张的是说 我们来习别晚会 习别晚会你还能走得咬吗 我们到当初相识的餐厅去 你就去了 对不对 然后想到今天要分手 然后到相识的餐厅 要走回原点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 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就走到原点 这是我们当初相识的餐厅 所以我们在这里告别 这是我们当初第一次接吻的地方 再吻一次告别 那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再告别 我觉得做完这些 你们就不告别 你们到level 2 可能就去教堂结婚了 我婚了我 我干嘛跟你分手呢 晚上灯光每七分家 你走完一遍 你还能 你自己走可能可以 两个一起走 不太可能分手吧 有人建议我说 那个集体作业 可不可以请学生拍偶像剧 唯电影 好吧 如果你们要的话 你们就拍吧 老师讲了一些情节 你们去发展一下 如果你们有人 现在有个单眼镜像机就可以拍了吗 以前青大焦大有几个人 他们还认真写了剧本 叫三明治 我还去看了当做简单的影评 反正这种没有人做的事情 都是我在做 还拍得不错 还拍得不错 所以你们如果有人集体作业愿意拍 唯电影 几分钟都无所谓 要有剧情的 要有剧情的 那你就拍吧 我们就到这来看 好不好 那你愿意播放 我们有这个 你马上YouTube点阅数 我那个爱情授书学 昨天点阅数是52 51跟52都是我点的 我必须承认 51跟52 我都点的这样 我下课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玩电 我刚才上了没 上 我一看52就这样来了 好 所以这分手啊 你可以考虑这个 你那样做到时候会不会分得了手 如果都要那样做了 你要回到第一原点 干嘛分手呢 有什么不可 不可妥协的那种差异呢 你看你们去吃东西 一起买东西 然后到时候抱头痛哭 你最后一定会浮现那个问题嘛 我们干嘛分手呢 对啊 谁说要分手 对 谁说的 忽然间发现大家的同 同相同处又越来越多 然后又回到那种 你知道吗 回到过去是让你重温 对啊 回到原点那种感觉 你的初衷是什么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就全部涌上心头 那浪漫到不行的 耳边你都忽然间会换听出有音乐来 你就不会像什么Adel唱 Someone like you 这样啊 我跟我太太说 这什么有人喜欢你啊 不是你完全不懂这歌词 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 我说跟你分手干嘛 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 这也太悲了嘛 外国人还来这套 来这套 你首歌真的唱的 我后来在YouTube上 我现在常常在YouTube上 各位同学 Someone like you 不是有人喜欢你 Someone like you 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 他都跟你分手了 你还找像他一样的人 你这辈子就没救了 你就应该Someone 不like you OK 不like you英文要怎么讲啊 对不起啊 这忽然间老师词穷了 就来了这个 叫Tinglish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本周的啊 哎呦 还有一个小问题 对 到此列个问题 需具备什么条件 括号 扣除外在 钱 外貌 等等等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进入婚姻 才会幸福 或适合走入婚姻 烦请老师回答 老师上课会讲到 我们会分析更多 不然你问了 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不要忘掉 问题都是简答题 更详细深论在这堂课 不然的话 你每个礼拜 你来听前面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就不必听后面了嘛 婚姻区具备什么条件 这是择偶的条件 这很多人研究 我上礼拜也说了 你越有条件 你找到人越难找 可是越难找的关系呢 就是你就会觉得 那个人就是跟你注定 要相遇的 这是浪漫的想法 然后这浪漫想法呢 你在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到了 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先告诉你 所以你要有一个想法 让三十岁的你来看现在的你 让四十岁的你来看三十岁的你 要某种程度在思想上 学会穿越 懂吗 你也许就能够成长 那学会穿越的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找一个三十岁人 四十岁人来 跟他交换一下你的看法 把那个当成未来的你 其实他不是你 所以有时候跟学姐啦 学长啦 联络一下 参加社团什么的 然后跟人家谈一谈 或在网路上跟人家谈一谈以后 会有一些帮助的 我们都幻想有一个条件 适用所有的人 没有的 没有这种东西 适用假的条件 不一定适用你 懂吗 不然的话 那谁都可以跟谁结婚不是吗 我们条件都一样 那选谁有什么差别吗 我要台大的 那你可以选多少人呢 我要住台北的 你可以选多少人呢 我要二十几岁 你又可以选多少人呢 你这样继续细分下去 你得去列出多少条件 才会找到你要的那个人呢 你三个条件是不够的 你三个条件满街市啊 你还没讲活的呢 我们七月已经过了 所以很幸运的 所以呢 幸福 另外一个幸福的问题 怎么样才会幸福 幸福某种是个主观感觉 我们一种社会上的 不当的想法 认为你要有房子 有车子 经济无余 最好还怎么样 那叫做幸福 同学幸福的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 有的人 两个人在面摊上吃一碗面 那是幸福 有的人在 Bella Vita 或什么之类的百合公司 吃下午茶 他觉得不幸福 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 因为有录影 所以不能讲 这个故事来自哪里 就有这么一个人 懂吗 有这么一个人呢 就在高中的时候 跟自己的高中好男朋友 就结婚了 这男朋友呢 家非常的有钱 然后呢 有好多房子出租 他光收房租 不用做事 就活得非常的快乐 结果他们做什么呢 每天就打牌 吃东西到处玩 到了四十岁 就过世了 请问这算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不要在乎别人讲的幸福 各位已经在这个学校 甚至你坐在这间教室里面 对很多台大人来讲 你已经幸福到不行了 还有人常常来求分数 求加签 什么授权码掉了那样的 老师拜托你帮个忙 你要在礼拜六 老师接到信 老师当然很火大 老师是那种 很重视隐私的人 礼拜六你还写信给我 你是怎样 老师就很生气 给你回个信 如果你礼拜一回给我 我马上说没问题 你知道吗 老师判若二人 weekdays人跟weekend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这个婚姻的条件的问题 有人认为要漂亮 要什么 然后最夸张的例子 我看过 哎呀 这个结婚的时候 有人致辞 致辞就要强调 这种社会价值 我去致辞 从来不强调社会价值 我致辞有短板跟长板 短板就是 各位 我只有八个字 要奉送给 这两位新人 以及在座的各位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我再念一遍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我再念一遍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要念三遍 谢谢大家 然后他讲什么 不管他的吃饭了 就这样 哎 婚礼场合你还当做是 毕业典礼 开学典礼 或者就应该当做 开学典礼 谁听啊 谁听啊 只有记者听啊 你们都在下面玩手机啊 干嘛 MSN啊 什么之类的 Angry Bird啊 什么之类的 老师就Angry Bird啊 所以适合走入婚姻啊 不要特别去想这个 结婚的时候 什么都有 有房子 有车子 结婚半年后 这个老公被解 被公司解雇 房子呢 被拍卖 然后车子呢 被抵押 半年后啊 台湾经济那么糟 你现在有工作 不保证你半年后 有工作啊 但你现在没工作 跟没车子 不保证你将来 还不会飞黄腾达呀 谁知道 很多人急于知道 就去花几百块去算命 算命的连他会不会被警察取缔 他都不知道 他还算你的命 你有300块干脆乐捐出去好了 你至少还真的就帮助了某些人 当然你用这种算命社会福利法也是一个 要不然叫口香糖社会福利法 你说好可怜就买一包口香糖呗 那也叫口香糖社会福利法 你要这样做OK了 It's your money not mine 是你的钱不是我的钱 很多人到时候走投无路 念大学走投无路 就表示你没智慧 你不会用自己的智慧去找寻一条出路吗 我上礼拜有没有讲啊 森林中有两条路 你走哪一条啊 有没有讲 没有 Robert Frost有一首诗很有名啊 很多老师也喜欢引用啊 英文课可能也教过啊 说森林中有两条路 对不对 前面那段不讲啦 最后他说了 two roads diverge in the forest 圣经中有两条路 and I I chose the road let's travel by 我选择那条比较少人的路 and tha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因此就不一样 这诗呢骗你的 人多的路你跟大部分人一样 人少的路你跟少部分人一样 没人走过的路 那你才是one of a kind 你才是独一无二 你走再少的路 你也是跟前面的几个前辈一样啊 the road never travel by 可是有多少人有这勇气呢 马上被你家长否认啊 你老师教你什么 你这样会饿死的啊 爸妈我啃老猪不会饿死 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有这房子 我还怎么会饿死呢 爸妈也不会的 我省着用啊 你们继续赚钱去 他赚钱目的不就为你们嘛 我每次都叫我那朋友们 我说你不就是为了他嘛 你叫他辛苦出去赚钱干嘛 很辛苦的 你看你辛苦一辈子 你儿子慢慢的不要辛苦 就像坐在那边混吃等死 然后你等全部花完了 就仰占社会福利 你不爱你小孩吗 他找不到工作 找工作干嘛呢 工作是你的事不是他的事啊 你爱你小孩就让他活得快乐 四十岁就可以走人了 这是幸福 所以我的朋友很少 你现在慢慢知道为什么 他常常觉得你讲什么的供销为 这样台湾话说的 是我供销为吗 还是他在做销呆机 这种非常小的一张纸 老师眼睛开过刀 所以看得到纸 不然说这什么 如果只有一个问题 你不必写一 OK 一 如何开启一段爱情 我在找二 没有 开启一段爱情 你找那个钮啊 对不对 那画成这样子啊 你就 开启一段爱情 我们有一堂课会讲 这三言两语讲不清楚的 爱情有的时候是你开启的 有的时候你根本就开不起 这是我想要告白的故事 有人要开开不起啊 因为你要开启 对方得让你开启啊 你是把钥匙 你得找到那个锁啊 最近我们去看那个生命教育中心的那个影片 那叫什么来着那个电影 什么什么震动很怎么样 然后很怎么样 那很奇怪的片名 那片 就一个小男孩 911他爸就怎么了 然后他发现他 那叫什么电影 心跳 心灵钥匙 心灵钥匙 这翻得不错 那英文片名我从来没记起来过 很怪的一个片名 心灵钥匙 可以打开什么 结果那钥匙 不能讲出来 那钥匙可以打开什么 就打开你的心灵嘛 片名都告诉你们嘛 对不对 那故事很多人看不懂 这故事很好懂 非常好懂 非常好懂 你想太多了你就不懂 然后不懂的人通常是幸福的 因为你没经过这种亲人的 或者生离死别的事情 你有生离死别你就知道 你在找那把钥匙 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开启一个爱情 如果你用这个比喻 你就必须找到那个门 你有把锁的钥匙 你就找到那个开钥匙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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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chanism 不是有一把钥匙 你就可以开启一切 没有 你得找到那个锁 那那个锁在哪里 Well 慢慢找吧 这堂课可以帮助你 至少了解你手中那把钥匙 是不是可以开启任何东西 还是你手中的钥匙 其实是幻想钥匙 是开不起任何东西的 开不起任何东西 有一个日本连续剧叫做什么 闭锁的房间还干嘛 那人每次 他是开锁的 那最后一集非常震撼这样 我以为说这家要干什么呢 老师看很多各国的连续剧 韩国的没看 老师只用韩国的手机 好 可以了吗 回答完所有的这个第一堂课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原来分手那么多问题 我有一天要到一个场合去讲 分手的艺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这个题目 好 那我们今天现在就开始从这个 爱情的分析讲起 今天的讲义第十一页 爱情的分析呢 每一次讲课呢 理论该放在什么地方讲这点 老师跟学生的想法 有时候会有不一样 老师跟老师之间想法也会不太一样 因为呢 我们大部分追求知识都假定 你追求到理论 理论就是那把钥匙 好像是开启了一切的答案 其实在社会科学里面 我自然科学我不知道 社会科学里面理论 常常不是那把钥匙 理论呢 常常只是一些幌子 讲得很好听 但是你不知道它能开什么东西 那讲得很好听而已 所以理论又很抽象 我们大部分在这个大学里面 学东西 都希望学到抽象的理论 好像理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 那我掌握了这个 我对手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假定 但是是一个美妙的想象 所以要不要先教你们这个 还是等到最后再教 告诉你很多故事以后 你再来评断这些理论 朝三暮四 还是朝四暮三的问题 会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这样 所以我先选择先讲理论 我另外一门课呢 最后讲理论 被有一个学生在教学坪上 骂得一塌糊涂 这样 好吧 本来讨好所有人 那爱情的分析 主要讲几个理论 那第十一页的部分 是先从一个人的想法 他说有关爱情的理论大概有这些 那我后面加了一些 我马上会细讲 那有一些我没讲 有一些我讲得更细 有一些他没讲 我是让你知道 这个老师不骗你 这个老师呢也看了很多书 所以你在这边 我几乎敢保证说 你在这边学到的是全世界一流的知识 虽然是用中文教学 老师认真 学生认真 学问就是一流 好 那在这些理论里面呢 他列出了几个 通常理论就是言之成理的 不一定真的有实证的效果的 他总共有介绍了八个 那我后来加了第九个 Attachment Theory Attachment Theory 有人翻成一副理论 有人翻成一链理论 我们在爱情里面 可能翻成一链会比较好 一副比较是小孩子 跟他的照顾者 Caregiver之间的关系 这样 那我们就先跳到 十三页来讲 十三页在1973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 或心理学家 头衔不重要了 他就学术研究 他就对一个问题 日常生活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他有好奇 不然他努力研究 这个好奇的问题 有时候会被同僚认为无聊 你花那么多时间研究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可是科学知识 有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知道的不准确 希望能够更精确一点 他研究什么呢 研究爱情的组成部分 跟怎么样去测量这个东西 他认为爱情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联合跟依赖的需要 这个我为什么后面复英文 是因为相关的词汇 有时候中英文不太搭的 不太搭 像affiliative 这东西就很难 翻成联合也不是太那个 你希望跟他在一起 黏着他的那个黏 你也希望跟他合在一起 你也希望跟他有关系 跟他是他的朋友或什么 那这种affiliative 跟dependent 你要依赖他 依靠他 仰仗他 这个 我听那个日本歌 同学介绍我 那个初音那个同学介绍我 另外一个人 然后那个日本歌里面 有一段就一直在讲 守护着你 守护 我觉得守护 我们很少说 男女朋友在台湾 或在中华文化的这个 传统里面 说我要守护你 这话听起来就像日文翻译 那你要讲 我要照顾你 或要跟你在一起 守护 我觉得可能 日文守护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联合跟依赖的需要 有什么事情 你出了问题 我可以帮着你 你功课做不出来 我可以帮你 你要做问卷 我可以帮你发 你吃不完的饭 我帮你吃 那你上不了的课 我去把你去记笔记 以前我认识的人 不是台大学生 他追台大女生 台大女生呢 这个在我那时代啊 很多人念书就是 其实是为了嫁妆而已 不是真的要缺什么 所以他不来上课 尤其资质比较好的男生女生 家境比较好的男生 不是来上课 那怎么办呢 那个男生不是本校男生 来帮他上课 来帮他记笔记 所以后来那男生 没做到这女生 但是满腹经纶 懂吗 失之 得之 桑鱼 什么失之什么的 你知道这个意思 我好久没用这句话了 好 他这个怎么样测量这句话呢 他就用这样说 如果我永远不能跟某人在一起 我会觉得很痛苦 当然这痛苦 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 有人嘴巴说说 有人真的生活上 都完全不能够运作 那个痛苦在表情上 在生活上 生活一团乱 那有人的痛苦就是完全麻痹 不吃饭也不干嘛 每个人痛苦表现的不太一样 有人会在地上打滚 然后有人会问无语问昌天 那都是不同形式的痛苦 另外没有嘲嘲的话 我会活得很难过 特别在分手的时候 那个被告知要分手的人 都会有这种感觉 都会有这种感觉 那我每次的简单的说法说 同学我们来把时间拉长 现在你是分手的时候 我们作为tn 那之前呢 tn-1的时候呢 tn-1的时候你跟他是好朋友啊 是不是n-1 刚刚有人讲什么 老师数学不是很好 就告诉你前面的时间 然后在前面的时间呢 你们两个才相识 我们就写相识好了 然后这是交往好吧 分手 然后在前面时间呢 你是你我是我啊 我们两个是陌生人 你说你没有他你会很难过 但是其实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没有他活得好好的 you can do it 别认为你会很难过 每天就说我一定要很难过 我一定要很强化自己的难过 你回到这一点嘛 你说我曾经不认识他 我也活得好好的 对不对 你回到这一点的话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也好好的 就是交往的时候也好好的 分手这一点 你很难过 难过难过到某个地步就可以了 不要难过到 就从此活不下去了 有些人说你没有谁 我活得很难过 那你不会去死吗 活难过就难过嘛 过一天你就忘了嘛 不忘也行嘛 就难过嘛 难过也是活的嘛 好 好 第二个是帮忙的形象 你希望呢能够帮助他 我今天听到最浪漫的故事 那个人呢去修维积分 老师要他解题他不会 结果呢从后面传来一张字条 写着他的名字 把题目答案都写在上面 他就上去就照着回答 然后他回头一看 不知道谁写给他的 有那么浪漫的故事 你们要拍那个微电影的 就拿这个开头这样 哭到不行啊 他在好感恩尽就跟我讲 老师这怎么一回事 我说有人喜欢你的背影 然后我们就开了这个 后来他转身以后的 各种可能的玩笑 这样啊 他也开玩笑 我也开玩笑 我们俩非常非常高兴这样 老师他他到时候 会不会看了我以后就不那个 我说看下礼拜嘛 如果下礼拜 你在解题没有人给你制条 你就知道他失望 反正怎么 因为对照主 实验主你要怎么做呢 反正就是一个好人 你不会解题 他把答案传给你 然后我说怎么知道你 他说老师上面有写我的名字 我说你已经被人家知道名字了 他说不是 老师有说要上台解题的 要把名字写还可以摆上 你看 这个老师泄露私人资讯 这很严重呢 老师完全没有这个资讯安全的概念 好 帮忙的形象 你看什么呢 他的问题是这样 假如谁的心情不好 我就应该马上安慰他 很多这个到了交往阶段的人 或交往刚开始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特别关心你 我的学生的例子 他到别的学校去念书 大家工科都很忙研究所阶段 然后他就发现冬天了 他去冬天 他就发现了 哎呦怎么有一个同学常常对他虚寒问暖 说你现在在不在家 在哦 那我等下送一个热的什么什么都给你喝 那你要不要暖暖包我也送去 然后他就问我说 老师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说一他在送外卖 第二他是暖暖包批发商 或试用包的发送的人这样 他觉得老师你很搞笑耶 我说不然你以为什么 老师他是不是喜欢我 你就直接讲嘛 我说那你问他呀 我不敢问他 那你不敢问你 你问我 你只会得到这种搞笑答案 我怎么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我神经啊 我到时候骗你说 其实他很喜欢你的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猜的 其实他不喜欢你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猜的 他喜不喜欢你我既然会知道 我不用猜的我怎么会知道 你以为我还没当月老呢同学 我还没那神通本领啊 他是不是想你等一下 等一下他住哪里什么名字 地址好等一下 快收信到了你等一下 老师收信到了没 没塞车网络塞车上不了 明明自己呢 我说你问问别的同学 有没有收到他暖暖包 有没有收到他的这个热腾腾的那个吗 如果有他就是一个关心大压的人嘛 如果没有 你就是很特别的人嘛 我说你应该回报一下啊 对不对 你应该回报一下 他喜欢什么你也回报一下 然后看看这个是友情还是爱情 慢慢就可以摸索出来嘛 你不要只收了别人的好处 然后一天到晚要求别人好处 到时候人家就骂你公主病啊 没有谁应该对谁好的啊 你爸妈例外 其他人对你好 你都应该知道回报感恩图报 尤其你上了这门课 如果拖团的话 对不对 你应该感谢我 这第一堂课我就说了 如果你不知道这梗在哪里 请你回到第一堂课的那录影带去看 那个有录下来 我有记住 好 所以呢 谁就应该安慰他 我会为了谁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男生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几乎会为对方做很多事情的 男生也有 女生也有 这个是毫不稀奇的事情 自己作业都做不完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或你喜欢的人出了问题 你宁愿替他做作业 然后自己自己当 你知道吗 这种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只有在那时候会发生 你还为他做很多犯法的事情 譬如偷人家的雨伞 然后偷人家脚踏车 然后就为了带他这样 或者微笑脚踏车 你就把那个刷到爆这样 那是为了他喜欢 他喜欢就好 所以这个呢 有时候有些人会过了奋机 但有时候人家纯粹的帮忙 就是纯粹的帮忙 那像有些女生的电脑坏了 电脑坏了 你可以送到你买人的公司嘛 有人就找同学帮忙 那有同学也很热情啦 就会来帮忙 男同学通常 所以大部分的女生 不会修电脑的话 比较容易交到男朋友 会修电脑的女生 比较不容易交到男朋友 这我的观察 你注意一下 所以你会修也装作你不会 以前更厉害 我的女同学的电脑 固定每礼拜会坏一次 我的电脑 只要同学来装了 从来不会坏 有一次有个女生跟我说 老师 那个你的电脑是不是谁把你装的 我说是啊 那老师你电脑有没有每个礼拜坏 我说没有啊 好的很都不会坏啊 我说老师 我电脑每个礼拜坏一次 我说你怎么办 我去叫她再来啊 那有一天她进来说 你电脑坏了没 这太明显了吧 她是不是值得什么城市那样 然后到礼拜五 电脑就会不见了这样啊 当然也有非常白目的人 在下车之前要讲一下 同学同学 我电脑开 怎么搞的没有荧幕这样的 你不是装好了吗 真的吗 没有荧幕 那你按了吗 都按了都没有黑黑的这样 就能一去看 她插头没插 所以爱情部分呢 除了联合跟依赖 需要帮忙的倾向 还有就是独占跟融合 你希望跟这个人在一起 这个融合是absorption这样 就翻译有时候不是很恰当 比如说我想独占谁谁谁 你希望他的好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能够享受到 不要跟别人分享 那这是一种独占性 另外呢 我觉得我会告诉谁说的事 分享秘密 你可以跟他分享一起的秘密 所以你有很高兴的事情 你第一个会告诉谁 这个大概就是你生命中的 重要关系人 加千道的社会爱情社会学 好高兴你要告诉谁 如果你就站在那个普通教室门口 告诉所有人 那你大概没什么朋友这样 你要上Facebook去你大概也有问题这样 所以这是爱情三个部分 这是早先的1970年Rubin讲的 那这种做法呢就是研究者 根据自己阅读或者思考 或怎么样的结果得出的结论 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爱情 是你脑中想出来的 并不一定符合一般人的想像 所以后来有人用另外的方法 来研究爱情到底是什么 还有呢这里面的一个标准 独占性的问题 因为后来的研究都发现 爱情其实跟独占性是没有关系的 少数人认为爱情是独占的 真的有人这样想 但这不多 不管爱情我们的定义 只是男女之间这种 男男女女也有了 我这个话涵盖这样的意思 或者亲子之间或什么 这种独占性好像在亲子之间 有妈妈只会爱自己的小孩 很难去爱别人的小孩 《一所欲言》里面有一个故事 乌鸦妈妈站在森林的入口 猎人进去打猎 这个猎人大概要找白雪公主吧 因为要救她太太什么之类 然后乌鸦妈妈就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我的女儿啊 这样我的那小乌鸦 她的乌鸦长什么样 她说全森林里面最美的就是我的女儿 后来当然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猎人后来打了就把那个乌鸦打出来 她就是全身里面最丑的就是乌鸦 那个妈妈很难过 其他故事我就不用讲了 再讲下去很催泪了这样 所以这就是那种独占性 妈妈对小孩大概都有这种 完全不顾生命的好 所以你如果身陷火堆 谁会进去救你 消防队员还有你妈妈 但是消防队员是因为她职责所在 不是因为她爱你这样 你妈妈绝对不是职责所在 因为她爱你 假如你一天大火一烧 没有人进来救你 你大概烧死也就算了 没有人爱你这样 不过这不是一个很好测量指标 这有点黑色 所以还有呢 这个所以独占性不是 后来发现不是 那大部分人的生活里面呢 或经验里面会觉得我爱她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 不准别人跟她在一起 甚至会将这个忌妒呢 某种程度的正当化 我喜欢她我当然不喜欢她 跟别的异性在一起啊 那被人家抢走怎么办 我喜欢她当然我要独占她 所有时间啊 她就是我的 所以这是你也可以看到 有些人是这样的去理解爱情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三个关系里面 有的地方跟友谊很像 你怎么区分你只是喜欢一个人 跟她是朋友关系 朋友也可以有联合跟依赖的需要啊 朋友也可以有帮忙的啊 朋友也可以独占跟那个融合啊 因为有些人在有些电影里面有演啊 特别是高中女生或国中女生的电影里面 他会觉得你跟我交朋友 你就不准跟那个人交朋友 我们是一攤的 男生加入帮派或者这种也是一样 我是你这群朋友 我就不是那群的朋友 所以朋友里面也有这种 也有这种独占性的这种倾向 你如果是一个有点白目的人 你希望在这个圈也当朋友 那个圈也当朋友 你常常就会被两个圈排斥在外 这是你回想一下自己高中生活 有没有碰过听过这样的事情 有些电影会演的哈 所以不是只有恋人会有这种独占性的关系 有些人对于朋友关系不太理解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独占性 你是我的朋友 你怎么可能是他的朋友 奇怪我是你朋友 我怎么可能不是他的朋友 谁规定友谊有独占性 那不一样 不管是友谊或爱情 我们都没有一个手册 告诉你做朋友的十条守折 这听起来像书的名字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够朋友 我怎么不够朋友 你怎么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情 谁说不做那个事情就不是朋友 你可以吵一整天的 可以吵一辈子的 为什么朋友一定要干嘛 朋友通才之意 借钱 那朋友 你的朋友考试不会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他帮他作弊啊 我认识的一个人 在回想他年轻时候 他就 他功课很差 他的朋友当然功课也很差 结果考一题不会 趁着老师没注意 他本人讲给我听的 我听完笑得快昏倒 因为他那个朋友 另外一个朋友是非常有名的人 现在社会上是响当当的人物 因为想当当的人 所以不能讲名字 好 那他 我刚好碰到那个人出去 我说你跟他认识啊 他说我们以前初中 他们以前初中 初中做前后面 你还不知道那个毕业考的时候 他就做我前面 然后我不会 我就叫他给我看 他说他很认真 那那个很够朋友 就这样往后做一下 然后他把那考卷呢 就这样你知道吗 这是作弊常有 对不对 然后往后做考卷那样 老师没看到 这也不算作弊吗 那你后面眼力要好啊 我们古代人眼力都很好啊 不像你们现在 拿进去看 我们以前眼力都很好 好做完毕了 我说那怎么样 考得很好吗 他才不呢 两人都不及格 我说你不及格就算了 你没看 你操的人也不及格 他说对 那你不知道他不及格 你还操他了 他说是不是就因为这样 他很大方让我看 两人后来被老师打屁股 在我们那时代打屁股是正常的 现在当然是不一样 然后他就讲这故事 他笑得要死这样 他说我是人不明啊 我竟然操一个不及格的人 那所以同学 这故事什么教训 这故事不能作弊 懂吗 这故事教训 不是说要操要操 那个比较及格的人 这故事不是这个教训 老师在讲台上 要提供同学教训 要很谨慎 好 这个朋友帮你作弊 这算是朋友 还是不算朋友 或你要你一个成绩很好的朋友 你要作弊 他不给你作弊 这算好朋友 还是算坏朋友 孔子说有直有量有多文 这算直 这算量 这算多文 有帮忙作弊 这就是有时候考验友谊 友谊到底该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男男女女之间 很多人都有类似困扰 我们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很好的范本 所以只有连续剧里面演 外国连续剧Friends 六个人之间是朋友 那朋友要不要上床啊 根据那个电影要上床的 因为好像都上过差不多了 然后演不下去了 只有剧就停了 再上床大概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那现在有个电影叫 电影演完了演连续剧 叫做Friends with Benefits 上次讲过 叫朋友玩玩睡 是不是台湾叫朋友玩 那个大路翻成什么 什么也朋友也上床 那个是交朋友 然后上床的 所以这个有些媒体 讲的情况不一定是真实情况 或者有时候呢 比真实情况还要糟糕 你就不知道了 那你不一定碰得到 这个事情复杂也是在这里 所以爱情三个部分 另外一个爱情的问题 就经常被问到 就是到底爱跟喜欢有什么不同 这点很多人很困惑 通常你会困惑就是你已经离开了喜欢 走到爱的地方 你才会困惑 纯粹喜欢通常不会困惑 你跟一个人 跟另外一个人是朋友 你会到处问人家说 我跟他到底是不是朋友 你看看 你怀疑已经不是朋友 走上有点像恋人 什么叫友达以上恋人未满 是不是 你们这从日文学来的 你才会困惑啊 你是恋人你也不困惑啊 就是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像什么又不像什么时候 你会困惑 就像你考试一样嘛 你觉得B也像答案 C也像答案 这就困惑 你非常肯定B是答案 完全不困惑 你非常肯定ABCD 你都不知道谁是答案 那也没困惑 懂吗 所以困惑就是 你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那是困惑 交朋友的时候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他就 这个Rubin就非常认真的 做了量本来区分爱跟喜欢 是不一样的 以前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你查字典好 对我来讲这个问题的意义 不算太大 好像有人做了 譬如说假如某人的心情不好啦 我就应该马上安慰他 这是爱情 可是友情也会这样 对不对 那到底是爱情要挤满八点呢 下面每个问题到是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心理学去做的问题 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会告诉那个人所有的事情 什么秘密都跟他分享 什么故事 好的坏的都跟他讲 以前有人上完课 马上回去当小老师 在他的寝室 在朋友圈里面 说老师已经讲了什么这样 还有人专门只讲笑话 这样比较精简 现在有了这个电视以后 他们就可以开放课程 就可以上开放课程看 他唯一没看到就是被剪掉的部分 你们谁会记得剪掉的部分 我完全不记得 我看完以后觉得很顺啊 我就不知道他剪掉什么 完全不知道 说剪得非常好 我希望把我脸也修一下 那就完美到不行 好 我知道这很难啊 不要抢人所难 第三呢 我发现我很容易忽略 某某人所犯的错误 你喜欢的人 他做的事情就不是错误 他讲的话的态度就不是错误 你不喜欢的人 他做的事情就是错误 就是态度不好 我们人就是这么的那个 你喜欢的老师 他讲什么话没问题 你不喜欢的老师 他随便讲一句类似的话 你就觉得 这个老师有什么民族主义 这个老师有偏见 这个老师有这个有那个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测量项目之一 第四个呢 我会为了谁做什么事情 他交代的事情一定会去做 你愿意为你所爱的人 你愿意为你的朋友 这里我跟爱人朋友一起讲 会做一些事情 所以甚至到为非坐台 你有的时候都会做 朋友虽然是有职有量有多文 大部分人 尤其男生有这种水浒传情节 水浒传情节就是朋友就两肋插道 开玩笑 他是我朋友 他做事情就是对的 这男生特别容易 尤其在青少年阶段 所以不管是所谓混鸡帮派或干什么 那他只是因为那是我朋友 我朋友做的事情我一定要挺他 没有其他话好说的 你其他话说的 人家觉得你是个娘们儿 在我们那时代 娘们儿当然不是好听的话 当然现在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好像说不能骂人家娘炮 是吧 你叫骂人家娘炮 不止我们炮病会生气 那个其他人也会很生气 还会告诉 这叫性骚扰这样 所以娘炮是不能说的 娘们儿能不能说我不知道 以前我们那种就装酷你知道吗 我们有的听到人家骂我们 你根本就是个娘们儿 什么意思啊 反正不好的意思 也不太容易念娘们儿 你念的时候那不太容易 北京人可能做得到 我们一般台湾人做不到的 好 那我想独占谁谁谁 你要希望跟他在一起 只有他的时间 如果譬如说我教有人爱我 就老师你不要加签他们 你只要加签我就好 我这样跟你上课 你就教我这个学生 我是你唯一传人 我觉得有人要去松德院去了 我才刚出来你可能可以进去 好 如果我永远不能跟谁 会觉得很痛苦 这个有的时候像小baby 离开妈妈就会哭得很闹的 这个在心理分析上面 或心理学上 有时候叫separation anxiety 分离焦虑 男女朋友交往也是一样 到了一个阶段呢 有些人就没办法忍受虚余的分离 我要去上课 那我跟你去 你去干嘛呢? 我没位置说 我人家我给你去 孙老师会生气 我管他 以前我 欸 你们是 我教书就没有 我念书的时候 我跟你講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个时代 是比较先进 还比较落伍 我真的都很难讲 我记忆力特别好 我们班男生和女生 坐在同一张椅子上 就这种大小椅子 你说怎么做? 他就坐在腿上啊 女生就坐男生腿上啊 就像上课啊 我们老师那时候客气的人 老师都不看学生的 就自顾自讲自己的 有几个老师有极度的这种特别的行为 有一个英文老师上课 永远看那个角落 This is a book No, this is not a book 有一个老师呢 永远跟这两排人上课 我们这几排人都在上课 都在聊天 所以台大他要骗你说 我们以前多认真啊 千万别相信 认真的人 每个时代都有超级认真的欸 每个时代都有超级混的人 所以不要相信说 你们这时代才怎么样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报纸上去登 毕业级失业 现在拿来吓唬你们 大学在我那时代 只有18% 18%能考上 又百分之多少人考上台大 毕业级失业 斗大的报纸写着 你有机会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放我们 那时代报纸给你看啊 怎么恐吓年轻人 恐吓年轻人是老人的伎俩 希望你们家年纪大了别做这事儿 恐吓年轻人 哎呀你们家都不知道 哎呀我们以前爸妈都很穷 我们真的找不到事情 我们就玩了 你们现在爸妈都很有钱 你找不到事情 你也玩不了 骗人骗成这样 我看得很难过很生气 真的你们有机会回到 看那当时的报纸 我民国68年毕业 1979年 就看那时候报纸 就这样恐吓我们的 现在计量没有差太多 然后都说经济很差 什么很差 什么很差 然后人才外流 这哪是新鲜事啊 我年轻的时候就说人才外流 那时候还戒严时期 人才外流我还学了英文字 叫brain drain 这两个字押韵的 脑子干了 直接翻译叫脑子干了 brain drain就是人才外流啊 台湾那时候优秀 年轻人全部到美国去啊 那时候念台大有一句口号 这太早了 叫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去美国 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也是这样 落后地区的精英分子 通常就是到富裕国家去 接受最高教育以后 留在那赚大钱 然后活在那 这哪稀奇呢 这本来就是国际迁移上 人往高处爬 钱哪多我哪去 尤其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的时候 这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定律 现在威胁里面 人才外流 人才外流是为什么 那就政府不争气吗 没有创造好的环境 人家才会走啊 你争气了人家走什么呢 好另外呢第七个 假如不能跟在一起很痛苦 这刚刚也有讲过 就把前面的问题有磨下来 然后呢假如我很寂寞的话 我会想找谁 喜的时候跟他分享 憂的时候跟他分享 愁的时候跟他分享 愁的时候跟他分享 这都是 然后我关心的是谁谁扶植这样 别人的死活你不管 那个人的死活就是你的生命啊 他喜你也喜 他悲你也悲啊 这是爱的量表 你酒呢 我会原谅谁做任何事情 你爱人会原谅你 你爸妈当然会原谅你 所以你看那些什么富二代 喝醉酒撞死人啊什么之类 爸妈马上出来帮忙道歉 关爸妈什么事呢 好汉做事好汉当 又不是你爸妈开的车 顶多你爸妈买的车 那你就应该买好车 我就觉得呢 这些车都贵 但是不是道德科技 我提倡道德科技 怎么说呢 你车厂如果是好车 你就应该说我这车厂的车不得了 只要你上了车 车子侦测到你的酒精浓度 这就是打一个机 增测到酒精浓度超过标准 车发动不了 这是S1 最低的一支 如果你有钱再买高级的 增测到你酒精有浓度 S2车呢 会直接把你开到警察局 那你要买最高级的车 Deluxe S Deluxe 就如果增测到你有酒醉的那个增测值 就把你安全开回家 这车买了才有价值 才像是一部高级车 对不对 那种高级车都会撞死人的那种 怎么叫高级车 我们的车撞不死人 我们要撞到别人的时候 我们会出泡泡 我们撞到别人的时候 我们车会抬起来 现在不是有车 Volvo还是什么车 看到人他会停嘛 对不对 他会增测到有行人经过嘛 这科技很难吗 完全不难 有没有心要去做这种事情 让自己变成一个 有道德高科技的那个 就看你要不要做 那种会增测到人 那种车已经迈向的第一步 那是S-1 OK 老师这个是S-1 不会开动 或者开动呢 会到警察局 或者开动会把安全送回家 看你有多少钱 买不同三级的 老师活在什么世纪 告诉你们这个 你听了我将来 你到这个育农公司去做事 你光提着颜凯泰就佩服你 就佩服你 你跟谁学的 你说月老 哈哈哈哈 还有你觉得 你觉得有问题 松德院区的这样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们老师就松德院区出来 松德院区是一个Portal 懂吗 Portal通往那个 通往另外宇宙的一个地方 那叫Portal 松德院区 穿越点叫做 好 如果有 谁会告诉我 秘密会很高兴 朋友通常分享秘密 你是不是那一圈的人 很简单 你走到一个地方 人家在那边教授接耳 你走去人家不讲话了 你就知道你是外人 你一靠近那圈 他说赶快来赶快 我告诉你 你就是内人 懂吗 外内很清楚的 老师走过去 学生就不讲话 那就是有秘密 跟老师有关的 老师走过去同学 就问老师老师考什么题目 那就是跟老师有关 太有经验 那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爱情 我通常简单的讲 你爱情的话 你进入爱情关系 会程度比较浓烈一点 感情的程度比较浓烈一点 你的范围 两个互动的范围 会比较广泛一点 简单讲是这样 那这个你愿意牺牲的东西 也会比较多一点 很少人为朋友 或普通朋友牺牲 但是会被爱情牺牲的人会比较多 所以为那种陌生人牺牲的人 那种利他主意 某种程度是不可思议的 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小朋友 快被车撞了 你冲 飞身扑过去 把那小朋友拯救的那种事情 是非常罕见的 你一定那天穿了超人内衣 所以你控制不了 但是这种事情 发生率很低很低的 这个有些人就说 人到底有没有利他性 还是有 不常见 还是有 喜欢亮表呢 就是说你看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样的心情 这表示同 自己是朋友 总有一些相同之 你喜欢的是他喜欢的 我认为 这就是朋友的开始了通常 也是爱情的开始了 我认为谁很容易适应 跟他很好相处 很好相处 配合度百分百 另外呢 我会高级推荐一个 需要负责任的 他是个负责任的 我们的朋友负责任 我们都会觉得很高兴 很光荣 古代话叫鱼有容焉 就觉得很光荣 你们现在翻成英文 有时候就讲得不好 我希望我父母亲觉得很骄傲 我们中文骄傲很难 这个话不是好话 骄傲是不该有的行为 光荣感觉光荣是好的行为 I'm very proud of you 这英文就是我觉得我很骄傲 不对 应该说我觉得很光荣 proud就是不能只翻成骄傲 有地方是光荣 因为各地的语意不太一样 我们的骄傲不太好 英文的proud OK的 所以比较接近光荣 好 顺便教英文 喇吉的英文你就算了 就忘掉他吧 好 然后第四个 再看来谁是相当成熟的人 当然朋友之间有的 尤其男性朋友 是以吐槽为主的话 都会觉得 我男的朋友不要跟他来往 他很幼稚的 那你怎么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一样幼稚啊 这是男性朋友 所以很多男性朋友 包括不同年纪都一样 如果你从女人的观点来看 有时候你不太了解 这两个男人怎么会是朋友 每天吐来吐去 会吐槽的人 特别是当完兵以后的男生 会吐槽的人 通常比较容易是好朋友 因为你有那个吐槽關係 吐槽關係是一个不得了的关系 是潜规则你看不出来 你不要以为人家能吐你也吐 你吐一下你马上出去吐 会打到吐我跟你講 所以这个不要以为人家做得到的 你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那个要必须你有的关系 所以有人是开了一起玩笑 有人可以开玩笑 有人不可以 老师跟老师的同 另外一个老师开玩笑是OK的 然后你看老师开玩笑 你跟着来开玩笑 通常是不OK的 通常是不OK 就像我们你们同学开玩笑 老师也跟着去开玩笑 有时候也不太OK 这关老师什么事 老师一定要插进来了 所以这有时候是这个分纪的问题 分纪的问题 好 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在简短认识就很喜欢 那通常我们中国话讲的就是 投缘 我跟他很有缘分 一见如故 才见了一面 好像已经交往了一辈子 这种经验我一直有 有些人你就觉得好像 跟他很熟 一下就讲两句话就可以搭上 然后他可以 他就顺着你那逻辑就搭上 你也顺着 那两个人可以很开心这样 男男女女我都碰过 各种年纪我都碰过 像我今天不是吃饭 说碰到微积分的同学吗 他已经修过我的课 那我们今天就光微积分玩笑 就一直开啊一直开 他开一个我开一个 然后我们讲微积分玩笑 大概能想到全开完了 我说你要不要去Wikipedia 写一个微积分相关的玩笑这样 我要看他下礼拜 到底有没有人解题的时候 有没有人再给他一个纸条 还是那家伙其实是微积分小老师 所有人不会他都是解题 这是我的幻想这样 好另外呢你会觉得 你的朋友跟你很相似 或你喜欢的人 我在班机上或团理中投谁一票 那比较难的是 如果你有很多朋友 你觉得谁都好 那就会比较难 我认为谁是一个很快 赢得别人尊敬的人 或是相当聪明的人 人中最可爱的见错 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爱的一位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见宗跑来卧底呢 怎么会错这么一个奇怪的字 好这有时候是微软输入法 搞个鬼这样 谁呢正是我希望的样子 朋友呢在亚里士多德观念 后来被利马逗介绍到中国来 叫朋友就是另外一个你 那英文呢或拉丁文叫alter ego alter ego alter ego现在有另外的意思 朋友就是另外一个你 所以你会找一个另外一个你 然后相得益章交朋友 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在尼克 nicomanchian ethics里面提到的 第一次明朝末年 这个利马逗到中国来 几个中国知识分子 徐光奇啊李之早啊碰到 然后利马逗跟他讲西方的交友观念 这两个中国人吓死了 我觉得中国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朋友是另外一个自己 没有这个想法 就惊叹到觉得西方文化很高明这样 好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二个呢 我想成为那样子的人 两人就会融为一体 他好你也希望跟他一样好 第十三个在我看来 谁谁谁容易偷偷别人的推崇 这是喜欢的量表 这个他可能得分 他有不同的算分的方法 然后不同的算方法 可以表示你的程度怎么样 所以喜欢跟爱呢 在这种算分 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喜欢到最高点 大概就跟爱差不多了 所以你说要怎么区分 有时候真的也非常的难说 不过这个问题重要吗 有时候我会回来问这个同学 问我问题的人 说你觉得这问题 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 喜欢跟爱的差别以后 你才能怎么样 如果这问题不回答 你难道就不能生活了吗 有时候有些问题 你可以这样问你自己 如果老师刚好不在身边 或者你们不问问题的话 你可以问问 如果这个问题我不问 我可不可以活过今天 如果可以 难道问题 大概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还有有一些问题 是终身不解的问题 有些问题是政治问题 像钓鱼台是谁的 是政治问题 那那个 你小时候大概都会碰到一个 到现在为止没解的问题 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带 在有一个阶段 小朋友学校之后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一个难倒别人的问题 小朋友就觉得很有power 我问这个问题 你一定回答不出来 可是你会过了这阶段 你就这个问题很无聊 现在谁要问你说 先有鸡先有蛋 小朋友这样问你 你还跟他那样很高兴说 懂吗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所以就像最近最有名的问题 就是钓鱼台是谁的 这也是很无聊的问题 过几天没有人问了 这几天你好回答不对 就有一堆粉丝 不管在哪边 你会被骂到臭头这样 我那天答案说钓鱼台是我们的 然后我就画了三个 然后日本人跟中国人跟台湾人都同样一句话 异口同声说钓鱼台是我们的 这是大家的最大共同点这样 我只能这样搞笑 这怎么办呢 这问题解决得了吗 我看很难 我看很难 我看这也不是一个实际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问题隐藏的更重要的问题 钓鱼台平常也没人住 也没人在那钓鱼 就因为有渔民要去 那就不能一三五你二十六他吗 各位知道吗 有时候敌对双方会产生很奇怪的合作行为 默契行为 最明显的例子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国共双方的这个对峙 所以我们都觉得中必有一在 我们那时候要反共大陆 他们那时候要解放台湾 其实某种程度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统一的意思 就是都知道打仗 那很难看 不当兵的时候 你会觉得问题很小 当兵的时候你觉得干嘛我要去死啊 你干嘛我要去死啊 那结果来了我再回来好了 所以总而言之 好了 然后最妙的是 我们男生最怕抽到金马奖 就到金门去当兵 然后呢金门呢 我弟弟去了 我没去 一家有一个男人去应该就够了 金门非常妙的说 在金门的地方跟中共有一个默契 叫单打双不打 就有一天他们开炮 我们就在那边等着 然后这个派有打完了以后 就赶快去捡炮弹 然后做金门刀 所以金门刀很有名 都是中共的钢铁业的结果 这两岸合作有一个很奇怪的关系 现在看特别妙 然后哪一天就该我们打 他们就不打这样 你说这必得有某种程度的默契 然后有一天很妙 双方都决定不打了 那时候我刚回来教书 我说这是将领们之间有个什么 谁通匪了我们那时候叫 怎么就不打了呢 这样没有刀了 你到金门就没刀了 这对金门产业是一个的伤害啊 这当然开玩笑的话 你应该听得出来 你能想象为什么有一天就不打 你想单打双不打 有一天有一个人 不管是那边还是我们这边 今天别打了 还是他忘了 他日历没翻过来 说今天单号 那不该我们打 然后这边说怎么没打过来 是干嘛 这太不相应化了嘛 怎么不打过来 然后我们也不打 看他怎么样 然后这些天说 哎呀 昨天忘了 那今天该他们打 我就幻想出一个很搞笑的版本 就他们也不打 怎么不打呢 是不是要打过来了 这太不相应化了 然后两人就 然后第三天说 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 然后大家就忘了 就没打了 哎 不然你们将来有机会 谁研究历史 研究这段 怎么开始单打双不打 跟怎么结束的 我个人是认为 开始也是个偶然 结束也是个偶然 你能了解这其中的智慧 我相信 国际间没有解决不了的纷争 你没经过那段 你不知道 那时候认为只有一站 没有别的东西 美国更夸张 我到美国进念书呢 到处地下室都有那个 核子战争的那个符号 然后我在各大念书的时候呢 有一天各大报纸还报道 在地下室的通道 发现了1960年代 为了防 就是为了预防核子战争发生 所存的粮食 干粮还在 还没坏 你看那防腐激发多少 然后那时候呢 我后来老师上课也讲 1960年代 因为美苏冷战 然后大家那个飞弹对着对方 然后有一个英文字简称叫mad 我觉得现在人怎么都没有以前的智慧 叫mutually assured 相互保证毁坏 干掉对方 destruction 你有机会看weepedia 这一条 叫mad真的是发疯了 苏联说你只要发个飞弹过来 没关系 会不会发过去 我们死了你也活不了 有些电影还在演这个 冷战期间就相互保证毁灭 美苏两国最后终将一战 然后最后要毁灭 你想美国会垮吗 不会 苏联会垮吗 那时候没有人相信苏联会垮 1980年代左右 末期苏联就莫名其妙就垮了 美国人刚开始觉得是假的 怎么可能 垮到现在都没站起来 那美国不会垮吗 美国经济垮了 这很奇妙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是绝对想象不到 会有这么一天 美国人也是啊 他们每次上课大学生说 防空演习 所有老师学生躲到地下室去 然后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防毒面具怎么戴 食物在内存粮多少天 如果真的核弹爆发 你要几天之内不能出去 而今安在灾啊 当时都认为是些很大的事情 你生活都因此安排的 到今天不见终于 跟你讲 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幸福的 人类在这方面就是一大进步 所以调一台事情 各位同学慢慢看 不要把这小事看成很大的事 这真的是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 不要因为几个人的胡闹 就把人的关系给搞坏 把世界关系给搞坏 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好 回到最后来 这段大概会被剪掉啊 所以讲得多一点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爱情的理论 非常有名 叫做颜色理论 Color Theory 那Color因为有英文拼法跟美国拼法 美式拼法 英式拼法 或者有时候呢 就叫love style 这不是gandam style 是love style ok 哥喜欢你的样 好 这个人呢 虽然叫做李呢 其实不是中国人 美国人也叫李的 北美的人是有人叫李的 那中国人有时候 刚开始到美国去的时候 姓李的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拼成L-E-E 后来有了什么 汉语拼了什么 就变成L-I 所以这是不一样 所以你在美国看到李先生 你不要以为他是华人 他当然不是华人居多 这John Allen Lee就不是华人 原来是博士论文 这种题目的博士论文 在当时是被看不起到极点的 这也叫博士论文 那真的是没程度到极点 到现在为止 你写爱情的题目 压力还是很大的 也没有人写 你也找不到指导老师 你找到指导老师 也找不到口试委员 因为没几个人认为 这问题很重要 大家休于去承认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像什么呢 我今天跟几个老师聊天 刚好碰到他们 好久没碰到 就聊了一下天 讲到电视 说台湾的电视有100多台 没几台可看 我说台湾的电视呢 最重要的东西都没有 最重要什么呢 台湾有很多宗教台 所以这已经不重要了 台湾没有一个 谈爱情的channel 这会赚到翻 演世界各国的爱情电影 印度片 泰国片 韩国片 海峡两岸 华语片 爱情的故事是演不完的 古代一片 当代一片 没有一个love channel love channel最好摆的位置 就摆在慈激大海台旁边 就叫小爱台 懂吗 妈妈看那台 广告的时候你盘过来切过来 另外一个没有的台呢 是食物台 那么多饮食节目 你集中在一台 美国有啊 food channel 从头到24小时的饮食节目 有带状的 有那个日本的什么料理冠军 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好看 非常好看 我那时候到美国 1999年就有这个food channel 我看的每次都好饿 各国的饮食 各国的料理师傅 什么样的节目 美食节目都有 不是只有一个样 还有猜谜的等等 另外一个没有 是笑话台 美国有啊 叫Comedy Central 整天笑话呀 全世界各国的 主要是以美国为主的笑话 各种笑话 听笑话 有些你生病的时候 感冒啊什么 我都建议大家 除了吃药多喝水啊 休息啊 就在家看笑话片 你看笑话会开怀 你就不会想到病 好得会比较快 至少舒服一点 本人在某一年 这个过年的期间 这肾结石发作 哎呀痛不欲生啊 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在家非常无聊 打开电视 后来就看了大陆的赵本山的 哎哟笑死我了 越笑越痛 真的很好笑 我后来说 我刚才不完全不知道这事情 我说怎么怎么去找 找这笑话来看 台湾很少 顶多是大门锅那些啊 那大门锅有一些梗 我自己都会想得比他好笑 我就很难笑出来啊 那大门锅以外就看那一个 美国的有一些Comedy我可以看到 最后就猛看喜剧片 然后猛看那个 然后度过那个慢慢的 就是生病的日子啊 后来就觉得很有趣啊 很有趣啊 那加上我的脑子转得很快啊 我常常觉得有些梗真的不如我啊 我干这行真的是错误啊 好啦 那这个Lee呢 他提出了啊 这个爱情的颜色理论 他认为呢 爱情跟颜色是可以类比的 怎么类比呢 因为颜色有他所谓的三原色 那颜色又可以互相配合 搭配成其他衍生的颜色 所以呢 他觉得这是一个Color Theory 有时候用类比会比较清楚 那他也特别强调 爱情的风格不是就一成不变 但是常见的有六种 第一种呢 三原色第一种叫Eros 就肉体爱 主要是看对方的身材很好 长得很英俊有六块鸡 对不对啊 我每次跟同学男同学说 没有六块鸡 这难过什么 没有六块鸡到麦当劳买就行了嘛 对不对 啊 买六个 买个鸡块 我有六块 对不对 那就是你的六块鸡 那女生也许觉得你这人很鸡车 但是幽默这一点 你是一定有分数的 或者冷笑话这一点 你的分数可能更高 所以呢 身体上强烈吸引啦 这英文就叫Physical Attraction 但是中文有点怪怪 我们有时候你们的简单说法 就是哎呀 这个就是帅哥美女啦 或正妹啦 这就是 肉体爱 身体上的吸引是一个 那在身体上吸引也很怪 你光看电影明星 没有电影明星 获得全世界人的爱戴 有人喜欢 一定有人不喜欢 好 因为这个要播出去 我不好意思讲名字 我只能那么含蓄的说 本来要举例的 就像孙老师喜欢的 师母就不喜欢 师母喜欢的 孙老师就不喜欢 你看 很难两全其美嘛 对不对 我太太每次说这个时候 我就说那我喜欢你 恶心 我以为他会说 那我也喜欢你 结果并没有 换来的是恶心这句话 这段应该剪掉 不然我太太看了 或我太太朋友看了 会很难过 他们会信以为真的 我太太真的不是那样的人 我觉得我有一个讲课中的太太 那是政治中不一样的 我应该再度强调一下 这段要留下来 讲课中的太太 因为有了效果嘛 对不对 师母是那么人 师母其实不是那样的人 我们这样有机会就知道 好 另外一个就是一见钟情了 这故事电影特别多 日常生活非常少 有人去研究 这研究很少 他研究那热恋中的情侣 问他们说 你们这些热恋的人 多少人是一见钟情的 这个当然是自我定义了 我说了一见钟情 你就应该假定知道一见钟情是什么 就没有人了 结果大概在他研究对象里面 大概只有16%到18%左右 很低的数字的 不是两队就有一队 这十队里面才1.5队 所以一见钟情不是没有 通常你碰不到的 所以为什么电影要演 电影都演那种很奇怪很奇怪的边缘故事 电影不会演什么太正常人的故事 正常故事谁看啊 所以你看电影看小说你千万要注意 如果这小说是那种正常人的 那干脆把我的日记登出来好 那无聊到闭 我自己看都觉得 哈 惭愧 一定要烧掉 老师你有秘密吗 完全没有秘密 你可以看出老师思想贫乏 写日记干什么 我写了半天 我一直写到大学一年级啊 说训练恒心 没有别的办法嘛 写日记我并没有写的特别好 秘密都不敢写啊 因为长辈会看啊 老师会看啊 你能把秘密写进去吗 你神经病啊你 我们非常知道不能写进去 以前当兵后来听说还要写日记 因为长官要监控我们的思想 所以写日记有恒心 那是他骗你的 我相信不写日记的人 一样可以有恒心 那跟写日记没有关系 好 意见钟情 还有呢 通常随着时间发展 这种肉体爱会慢慢消逝 因为你身体也越来越没那么强 你也不能搞那么的那个 然后加上人的这个生理的分泌什么的 其实有时候是有限的 譬如说你不能老是垂高 那个很high的状态 但很high的状态有时候会让人很舒服 这为什么有人要嗑药 用药物刺激自己的生理的某些方面 所以不管你是吸毒啦 或者这种威尔刚啦 某种程度的希望达到那种很快乐的境界 当然你达到那种境界 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 这是你知道的 我一直觉得 大概药厂离发明恋爱药 这种东西已经不远了 因为有些人相信恋爱是一种感觉 所以它只要配到某一药方 它可以触发我们的分泌的某些东西 可以引发我们脑中的某些部分 产生爱的感觉 因为迷幻药这种东西 已经是类似的东西 它再做得精准一点 它如果能 现在已经有些人做FMRI 我那天看新闻说台师大有一个老师 也在做这个 在研究讲笑话的时候 人的脑子哪一个部分会特别活耀 什么脑前叶的 蛾叶的 就讲一些那些东西 恋爱也是一样 西方人都在研究 他就把那个 谈恋爱的人送进那个 通常只有那老人家 是检查脑坡的那个地方 送进那个MRI里面 然后看他 讲一些话 让他看他男朋友的照片 女朋友的照片 所以将来你可能不需要真的恋爱 你只要吞一颗恋爱药丸 24小时有效 请爱有中心牌 爱厚厚 对不起 讲的有点不太标准 好 这是肉体爱 大部分的电影电视强调的 给你的印象 就是那种才叫做爱 通常是男的身体非常的那个 然后女的也那个 然后两人在床上 那个那个 然后弄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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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 都是那个 好 第二种呢 比较常见的 但一般人会觉得 这好像没什么 就是有些同学说的 老师 我跟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已经越来越像亲人了 该怎么办 就像这样的问题 那就同伴爱 亲人就是一个伴 有人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那少年的时候不是伴 老年的时候不是夫妻啊 你看这话讲的 那什么叫少年夫妻老来伴 你最常见到就是 老先生跟老太太在街上走 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老先生跟老太太 老先生大概年纪比较大 动作比较慢 上公车啊 那公车现在都有那个 叫低底盘公车 老太太就把老先生扶上去 然后自己上去 动作都非常慢 然后上去以后呢 老先生就大要跟老太太示好 就坐在那里 因为我来的时间 刚好不是很挤的时候 老先生呢 就要跟老太太示好 就帮她拉一拉领子 我就坐在他们对面 我就坐在对面看 然后那老太太呢 她没看到我在看 老太太就说 屁屁嘴啊 然后我就不敢看了 你知道吗 然后老先生就觉得有点尴尬 然后就看看我 因为我已经这样子 我这种余光看到她 然后她看我没看 她说领子拉一下 我说别这样 第二次就不太一样 口气有点点温柔这样 这大概就是少年夫妻老来办嘴 老先生的动作已经慢到 我看他做不了什么事了 就顶多拉拉领子这样 很有趣这样 我常常看 还有很多老太太 不理老先生了这样 不知道老先生年轻的时候 做了什么烂七八糟的事情 老太太不理老先生了这样 那么慢 然后老太太就自己坐在前面这样 也注意一下 那种牵手的也有啦 然后那种其他的样态 真的很多样 很多样 我常常觉得说 我这人 我有时候看他们两个 我就拍出 自己脑中就拍出 二十年前 然后就两个什么故事这样 然后什么二十三年前 我就拍出这种 我自己脑海中 就经过一段这样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三元色的第二种 叫做同伴爱 这是用的是一个希腊字叫Storge 这不是Storage Storge 那就是比较传统的朋友关系 爱人关系 都是这种以伴为主的 而不是以肉体的情感为主 所以像中国传统 很多文化都这样 不是只有中国 到了这个结婚之 新婚之夜才认识 看到对方的这种情况 并不是 在现在看起来很奇怪 在以前 很多文化都是这样的 以前的那个婚姻 完全不讲究爱情的 讲究经济 讲究门当户对 讲究社会地位 讲究权力交换 到现在为止呢 这些在某个社会圈里面 还是这个样子 比如有钱的人跟有权的人 有钱 money 有权 power 这些人呢 在找 替自己的小孩 或替自己找结婚对象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以这种 钱跟权 我们从社会学来讲 叫做经济资本跟社会资本 或文化资本的转换 或结合 人家讲的都有学问 基本上都还是存在的 所以那个有钱人呢 不会跟一般人结婚的 有权有钱的人 都不会跟一般人 你看到那些名门 要结婚 对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要离婚 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假如有兴趣呢 你以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 台湾大概政治上是个民主社会 这点大概疑问很小 但你说台湾在社会 其他方面是民主社会吗 你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一本很大的书 叫《总统的亲戚》 陈柔俊写的 时报出版 你有机会去看一下 他告诉你台湾基本上 政治经济权力都在20个家族的人手里而已 不会超出20个家人 马英九总统不在这20个家族里面 陈水平也不在 所以至少在李登辉之前 台湾的政经都是在20个家族手里 也许慢慢到你们到我这年就已经不是这样 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人去面对的现实 你去看一下 我相信用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研究各国世界各国 美国也是一样 很多家族是非常非常有钱的 然后他们控制了政治跟经济的实力 这些人是不会倒的 你会倒他不会倒 他的工资会倒他不会倒的 这个 有时候世界的不公平啊 这令人三叹 另外呢就是这个第三种 是游戏爱 游戏爱在电影里面 你看到什么浪荡子啦 或者你日常生活真的 万一不幸 也不一定不幸啦 我的朋友 我同学里面就有人碰到 陈老师我认识一个男的 那男的跟我说 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 我说你最好也不要相信啊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他的意思是说 他除了你外 他会有别的男朋友 女朋友或男朋友 或both 这不是or 这有时候是both 陈老师什么意思 我说你只是他的一个朋友 比较好的朋友 可能会上床的朋友 那对他来讲 很多人都会上床 都会比较好 你只是其中之一 就这个意思 我说你也把他当其中之一 你们两个活得非常快乐 懂吗 但你把他当成你的唯一 那他是 你是他的其中之一 那你哪一天 你就不知道该哭到哪里去 哭瞎了都没人理你啊 你以为这是大学生的问题吗 我有一次在别的场合 那群人都是社会人士 基本上呢想要结婚的人士 演讲完了 有一个女子拦着我 常常有人 我在演讲完才问问题 演讲前 我当她问问题 她都不问问题 她说 孙老师你讲得非常好 这都是引 就是什么 Introduction 没有用的东西 孙老师讲得非常好 我想讲得非常好 你就不该问啦 你干嘛拦着我呢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我到底该不该跟我的指导教授在一起 我想我认识吗 你是跟我打听那个人好坏 还是怎么样 不是不是你不认识 我只想知道 我想跟我指导教授在一起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不是三岁小孩啊 我问指导教授有没有太太 她说有啊 我说你还问我 你跟你指导教授在一起 会不会有问题 她有太太 你问三岁小孩都可以告诉你 她有没有问题啊 不是老师 她说她真的爱我耶 那你就叫她跟她太太离婚啊 她说那女人不愿意跟她离婚 我说那所以她就占你便宜啊 那没有占我便宜 她爱我 你看 执迷不悟到现在 我听完我就说 哎呦 哎 那是几十岁的人啊 同学你的两倍年龄啊 不管你多大 你的两倍年龄 还问这个啥问题啊 我说你被占了便宜你都不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 我寻寻觅觅的一辈子 找不到人爱我 我指导教授爱我 我说她是你指导教授 她怎么能爱你呢 那是冲突的事情 她应该指导你论文啊 指导到床上去的 这不是就是意思 她说 老师难道你不是这样 你干嘛脱我下水呢 当然不是这样 你以为我是这样 临床教授吗 临床也不是这意思啊 正是 就算临床也不是这意思啊 免得到时候 临床教授都来找我麻烦 都是你啊乱讲啊 游戏啊 很多人就说 我就跟你玩玩的哦 哦 你不要认真我也不要认真哦 我们就是玩玩的哦 Friends with Benefit 又想玩又想认真 又要上床又要认真 又不要承诺这样 这就是开 穿开裆裤的心理 穿开裆裤怎么样呢 那我随时要尿就尿嘛 反正不会尿是裤子嘛 开裆裤可不可以知道吧 你是随心所欲嘛 那就跟别人讲 我爱你的时候我爱你 我不知道 谁知道天长地久这回事 我们只在乎曾经拥有 一开始就这样讲 这件事情很奇怪 就表示他没有心要跟你走 那你就干脆说你夜勤好了嘛 大家就明说嘛 干嘛这样你又有捏捏的呢 所以有人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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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用这游戏 游戏人间 那通常这些人呢 后来有人研究 这些人的家庭可能就是 家庭他看不到这种真在的发生 都是爸爸妈妈感情不好 或者爸妈游戏人间 那他会把游戏人间当成是 就这样大家都这么做的啊 所以你的爱情的风格 某种程度是根据你看到的风格 做标准的 你爸妈的爱情风格是属于这种 肉体型的 你可能也会觉得肉体是正常的 同伴型的你觉得同伴正常的 你们这代人照到的应该比较浪漫 但是我知道有些男女朋友交往 基本上就千千小手 没干嘛 连接吻都没有 他就不需要啊 有他在旁边围伴就好啦 有这样的人 所以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看至少三种基本的 一种是肉体爱 一种同伴爱 ludus呢是游戏爱 这个以前我上课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奥维德的爱经这本书 会从历史讲 你就会知道游戏大概是怎么样 现在因为断了那一段 所以你可能要有兴趣再上网去看一下 这个书都有的 那他不愿意跟一味发展感情 那他都讲着斩钉截铁 认为人本来就不是设计来跟一个异性 男人本来就不是设计来跟一个异性发展感情 他还找达尔文当垫背 达尔文从来没这么说 有的人呢念了大学就只会拿 就学到一些自己做坏事的这个借口 这是大学最坏的示范 好那也有延伸的颜色 就这关系里面也有疯狂爱 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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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a就是你觉得爱得要爱得干财烈火 你的表现都要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dramatic戏剧化 到了什么中秋节 你就要在月亮上绑一个谁谁谁 我爱你这样 然后就要送他什么900朵梅月花 送他999个月饼 或从月饼排成我爱你这样 类似这样 你不是有那杜鹃花季掉下来的时候 就有人在那排谁爱谁吗 对不对 那都是很夸张的 那有点疯狂啊 有点疯狂啊 教师节有人排孙老师我爱你吗 排了我也觉得很尴尬 那大家在排孙维新吧 怎么会是我呢 那你要排成孙维新三个字很复杂的 你大概找不到那么多的落叶 除非你要拿假的那个什么 保丽龙来称述 所以这个呢 爱一起疯狂爱 有人认为这才是重要才是爱 有的男女朋友交往 又说奇怪 我跟他交往像亲人同伴爱 这对吗 我说有什么对的不对的呢 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他也没骗你 你们两个就是内心的 你就是内心的嘛 就是说好那个呢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那样晒幸福 晒到后来是什么 你叫什么 好什么 好闪 对好闪这样 那有人就是 就是会闪的嘛 那大部分人都不会闪 你不会闪就闪嘛 这样 你不会闪就闪了 让一下 不要看到人家 好所以呢 这对 这通常有迷恋 然后强烈的占有欲 这些因为感情太过浓烈 所以你要不是这样的人 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你是这样的人 他也是这样的人 你们两个真的是天照地设的一双啊 最好还拍自己拍啊 YouTube啊 说嘛 到哪里啊都搞啊这样 都晒幸福 那有的人认为这是爱情上瘾 像中了毒瘾一样 addiction 上到没有无法自拔 好 那有些人会变成一个仪式 像那个 有一个电影明星 有一阵子年纪大一点 他夫妻两个 太太原来是她的影迷 然后那个她的女儿就爆料 在电视上爆料 说你不知道我爸妈啊 很恶心啊 我妈规定我爸 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要叫要说 谁谁我爱你这样 然后那爸妈就非常腼腆 因为上那个团会 好像还有结婚 主持人说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 素啊素这样子啊 然后一副很幸福的样子这样 然后女儿觉得实在是有够夸张 不会啦 这种行人就这样啊 那你跟某种行人在一起 你就会变成是一个仪式啊 他第一天你觉得夸张 第二天你觉得夸张 一个月后你觉得 这就是你早上起来 就像你要上厕所 一样的正常啊 完全不夸张啊 你喜欢他喜欢 就不关别人的事啦 只是那女儿看起来觉得 怎么这样 那女儿会怎么样 不知道 所以这个 有点像肉体爱跟游戏爱的混合 那详细你再去看 接下来一种呢是实用爱 Pragma 实用爱呢 你跟那个结婚是因为 那个人对你有帮助 他的家世可以帮助你家 可以解决你的经济困局 所以有些人呢 因为特别女孩子 家境辛苦的话 你希望结婚后 还能够帮助家里 那这是一个办法 有的人呢 结婚后觉得不能帮助家里 那你就不结婚 演艺界的人特别明显 有这样的问题 一般人你不被报道 你比较不知道 所以有些演艺界的人呢 有一次有一个人 说他这个因为那个裸造事件 所以就被点了名 说他一个人要养他们一家 多少七个人还八个人 网友就大祸不解 他们家人都怎么样 怎么都不做事呢 要他养 后来又有他家朋友 Tragma说 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种故事 常常有不同的变形 都是他出来赚钱要养家 所以很多人你别看他赚那么多钱 他很辛苦的 他跟你我不一样 我们自己吃饱了 天天下可能就不饿 或爸妈不需要我们养家 我们赚钱 就不必那么辛苦 他们就得很辛苦的去赚钱 所以这个有时候 听到那些故事 假如不是特别编造的话 那这些人真的蛮 靠着他这样的才能赚钱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这实用爱 所以他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务实的人 他不可能像我们其他一样 可以找一些浪漫的因素 他要找就是非常现实的因素 这种在电影明星常常有 尤其电影明星月晚结婚 他要嫁的人 绝对不可能是别人 一定是富商 至于嫁人家做地级老婆 我们最好不要讨论 讨论起来尴尬 从我那时代到现在 我甚至往前回溯了 你是那种演艺界的名人 或以前的戏子 你要嫁的都是有钱人 那通常都不会是大老婆 现在可能不太一样 那这些女子 为什么要嫁有钱人 因为她生活要保障 她的生活习惯 已经不是你我这样的 要洗尽千华 然后能够入手 然后到厨房去 能够做羹汤 然后怎么样这种过一般人的生活 这些人在她年轻力壮的时候 都不是这样过生活 是不太容易的 不是不可能 不太容易 她为什么要特别选这样子 我们常常幻想啊 男的帅 然后女的又这个长得漂亮 那荧幕情侣 为什么不能变成 现实生活中的情侣呢 你认为只要长得漂亮 长得帅 问题就解决了吗 所有的问题 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你要是外貌协会的 你真的不必修这门课 你的人生从此悲惨 你认为靠着整形靠着什么 你就可以活得很漂亮很快乐 我跟你讲没这回事了 你可能比人家容易拿到入场券 但是你不知道你住在哪一区 你长得漂亮很容易受到人家注意啊 但是你的个性不好 你的什么不好什么不好 人家也马上会注意到 然后你就被甩了 这为什么很多演艺人员 你会觉得长得那么漂亮 为什么怎么样 你对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有人个性不好 或者有人太坚持怎么样怎么样 太多太多可能性 那就恋爱来讲 为什么那么漂亮的两个人 我们都希望她们是荧幕情侣 却不会在一起 你可以慢慢注意下去 慢慢注意下去 这不是人家注意而已 我觉得有一些是 他自己去相处以后 你发现最不重要的事情就是 对方长得什么样 你每天活在内 他长什么样相对于是不重要 长得所谓再丑 你都看习惯了 长得再漂亮 你都看不出来了 我跟你讲 你现在还可能爱发现孙老师胖胖的 等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 你就只记得孙老师长得 孙老师好幽默就这样 然后当然中间会有一两个人 在教学平均上 会把我骂一顿 所以我就会把你拉到平均数以下这样 好 顺便预告一下 那实用爱呢 就是你找同行的人 尤其年纪越大以后 大部分人都会妥协 只要有一个人伴我走过余生 我就满足了 十几二十岁的人 不会讲这个话的 二三十岁的人都还不会 我还有很高的标准 开什么玩笑 所以以前在我们在念台大的时候 这话都讲女生 这真的是歧视 所以举这个例子 不是要歧视女生 告诉你当时什么 就大一教 哎呦大一女生不得了 这刚进来学长都要抢 大二翘 哎呀你已经在大学念了一点什么 你也懂了一点什么 大三拉警报 咦找到男朋友了 哎不要忘了那是我们以前 女生基本上念大学只是嫁妆 是文化美容 那不是真的对大学有兴趣 也不是对学什么有兴趣 不是就是文化美容 你有这张你的嫁妆 等于这可以跳一番这样 就是类似什么扑克牌什么 哎我这可以当鬼王什么之类的 大三拉警报大四没人要 现在当然不是这样 现在当然不是这样 但是呢你没有你们的困扰 我在第一年15年前开这门课的时候 大台大女生就有很多人 有这种警觉 就两组做了研究 去研究他台大的大四女生 在毕业的时候有多少人 没有谈过恋爱 为什么 跟他们的生活形态有没有关系 结果发现这个统计不是很正确的 但是学生做的 访问了100个人 大概40%的人没有谈恋爱 没有谈过恋爱大学四年 但是都有心仪的对象 没有说台大没有一个男生我看上眼 没有 都说学生好帅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这些人的生活形态呢 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个叫做定点移动 学校 家里 图书馆 学校 家里 图书馆 学校 家里 图书馆 就这样 定点移动不会去别的地方 第二个呢是话非常非常的少 通话费呢非常非常的低 叫做最低消费通话费 讲话绝对不会跟人家哈拉的 你听他回答 好 没问题 是 再见 就这样 言简意该 没有废话的人 这种通常男孩女女都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那情报员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有时候 有时候开玩笑 你在做情报不能讲太多 这是他们发现 其实还有几个他们发现的地方 有人就男生就是不修篇幅了 那女生就是不在乎打扮 但我不认为打扮跟这个有关系 在大学阶段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人 看看你们有没有人要在十几年后 再做一下台大女生或男生 男生从来没人做不知道为什么 那年女生就有两组人做 做出几乎同样的结果 不是超的 他们访问不同的人 百分之四十女生 几乎都没有 没有谈过恋爱 有心仪的对象 所以你们要做的一个作业 下礼拜的作业 下礼拜作业 你中学姐大概都会回家 问一下你爸妈当初是怎么谈恋爱结婚的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爸妈已经离婚 或不住在一块 或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也交上来就写说 这个不好我不能做 你可以说理由 你也可以不说理由 好吗 但是 但是如果 如果 如果 在他们回答之前 我希望你先问他们 跟他们讲说 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 对不起你刚刚说什么 没有回家打电话回去问嘛 从小到大都没有问过 爸妈这个问题吗 我那天就被一个人问到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爸妈的爱情故事 我说你爸妈没跟你讲 你爸妈爱情故事很好啊 没什么见不得人啊 因为我在场啊 我从头上也在场啊 他说那 你可不可以讲 我说好 那你要买蛋糕给我吃 老实会胖 不是没道理 我说你不能白 听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没有白听的故事啊 对不对 你蛋糕给我吃 我就讲给你听 我讲完了啊 我说你爸妈 从来没跟你讲过 他说没有 他妈妈每次讲到就笑 你问你爸呀 他爸就说 这事情好什么好问的 你问你妈呀 两人就这样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bug 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再来问我 好了 所以我绝对 没有什么不好讲的 我都建议我的朋友 跟小孩谈谈自己的恋爱故事 尤其我那些朋友的恋爱 都是很正常的 不够感人 但是很正常的 你就让小孩知道 感人的人故事比较少 或者我周边发生的比较少 大部分都正常到不行的这样 你要让他知道嘛 这什么好这不是丢脸的事啊 你不让他知道他会觉得很好奇 他是不是隔壁王伯伯生的什么之类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那实用爱 其他的呢就是利他爱 这个也是一个希腊文弄的 Agapi 虽然这个字的标准英文 Agap Agap就是 喘吁吁的意思 但是我们不是用这个意思 Agapi是基督教的概念 基督教是想到神跟人之间的爱 叫Agapi 后来呢当然这神跟人之间的爱 又被扩充到一般的用法 就叫做利他爱 念经济学的人 或者相信人是自私自利的人 就不相信有这种东西 他认为这种东西都还有他背后的目的 怎么会有人对别人好呢 开什么玩笑 这些人呢都不去想想自己 如果你不想对别人好 你干嘛来教书呢 教书某种程度就是对别人好 你拿那么少的钱 要花那么大的心血 这不是对别人好是吗 这是某种程度的利他爱嘛 你到别的国家有两倍半的薪水 你干嘛在这少两倍半薪水的地方工作呢 这必然有利他爱在里面 他自己都不觉得 好 那这个自无私的奉献的爱 这在宗教人士看得比较清楚 佛教的像慈祭正言法师啦 天主教的什么德雷莎修女啦 或者台湾有地方 我们不知道名字那些修女或其他宗教人士 大概都奉献出很多 因为他们不结婚 所以可以爱全天下人 像他们相信的神明一样 这个是利他爱 那这六种基本上呢 这六种style基本上是常见的 所以爱有几种 通常你至少可以讲这六种 爱不是只有一个样态 所以爱情是什么这种话 那要回答 就算回答到某种程度也是蒙你的 或者是不够完整的 那这种爱呢 又可以两两相加 第17页这边就是两两相加 这个已经到了分类学的一个极致 就没什么意思 我就不讲了 这是这几种爱 那这种爱呢 一般人认为 第一个它是西方人的概念 所以有民族中心主义 或种族中心主义 是以西方人的概念为主的 第二个叫做非历史主义 它没考虑到历史上爱情的变化 简单讲爱情变化在西方 西方的研究学者研究 在希腊人呢 基本上呢 同性爱异性爱都有 同性爱是日本的翻译 我们从台湾叫做同性恋 现在又叫同志 那到了这是希腊时代 有关同志的或同性爱的这种记载 同志爱的记载 然后到了欧洲的中古 有一些歧视爱 就是一个歧视 这是被像原作武士那样的人 这个故事带 以原作武士 跟Grenneville当作原型 跟King Arthur的太太 他们两个就发呼情指呼离 号称 当然后来电影就觉得 哪有可能 就把他们拍得有点 那个你知道吗 就是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 去拍那个时代的电影这样 那那歧视爱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歧视 对一个贵族的夫人 要奉献她的那个 没有任何色欲在里头 我要为了她 我为了荣誉 中古很重视这个荣誉 这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个电影叫大鼻子情圣 你去看一下法国片 那个有美国现代版 大鼻子情圣 类似这样的电影 所以中古是歧视爱 跟宫廷爱 Courtly love 那这个因为后来宫廷小说特别多 因为那宫女 那宫女啦 那宫主啦 或谁啦 在那宫廷里面很无聊 很无聊 每天要穿成那样 有些古代人穿那样 像唱戏的 那很重的啦 现在有些演员 要穿的衣服都穿好久 可见很辛苦的事情 那这些人在宫廷怎么办呢 见不到什么人呢 所以他们呢 会想出一些爱情故事 那很多童话故事的原型 大概就是这样 白雪公主啦 现在白雪公主 又搞出个猎人来 该关猎人什么事 什么时候白雪公主有猎人 他告诉别人 小红帽都进来 然后大野狼也进来 野狼进来 那骑血鬼怎么能不进来呢 到时候就大闸会 出现一个怪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什么时候 要在森林里面跑了半天 然后把自己搞成那么脏 他白雪公主你是怎样 越看越生气 以前的白雪公主 穿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跟七里小矮人 然后跟那鸟叫什么什么 现在就是一定要把他搞到丑 他会不行才行 真的是 我也想不通那个女人 那个什么派丁森是怎样 他还要去劈腿 那家伙帅到全世界有几个女人 觉得我愿意舍身相许 你既然那人在你边边 你还去跑去找别人 你眼睛是坏了是怎样 你知道 这常常跟喜雪鬼在一起 跟狼人在一起的坏处 你不太会进化 所以这是 这是我觉得这是结果 所以各位同学要慎选你的伴侣啊 懂吗 要常常跟有智慧人在一起 要听听爱情社会学这种课 这样会提醒你的智慧 免得到时候脑子坏掉 另外呢爱情的意形态 支持现行的社会安排或制度 其实真的以前被 现在到现在为止 被认为伟大的爱情故事 都是违反世俗的规定的 爱情故事某种程度都是革命啊 都是爸妈讨厌的故事啊 白雪公主啊 那个你要反抗你的那个后娘 这是对后娘的一个迷思这样 所以到全天下来 后来当后娘就很惨了 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 明明两家族是世仇 你干嘛爱上对方呢 你也知道她是世仇 这不气大人吗 然后那两家人竟然也没有说 好 那你们俩下来 我们就让你们俩和好也没有 最后等到这两人死了 这两家人忽然间就 什么戏结束了 大家都忏悔了 哎呀早知道就不要这样 那我们两家和好好了 懒结局 所有连续到最后坏人变好人家 朱洋变色 为什么 因为演不下去了 既然到后面时间可以朱洋变色 为什么早一点变眉 你知道关键人物是谁吗 就那个笨人啊 Friar Lawrence啊 他是Friar 是跟教士 理论上他是上帝的传人 他不能假造圣旨吗 或者说 哎呦上帝觉得你们 要让这两人结婚啊 这两人不结婚 对你们不吉利啊 我跟你讲 我知道我是穿越了回来 他们两人会死啊 死你们两家还是和好 我欠你们欠就和好 Friar Lawrence的笨道 连这个都不会做 另外一个中国的爱情故事 梁山伯朱英台 这美到不行吧 每个头啊那故事 那什么故事呢 每年都拍啊 每次有新的人都拍啊 最近武漢又要再出来 梁山伯朱英台呢 一起去念书嘛 对不对 然后在学校里面 梁山伯不知道朱英台是女的嘛 然后呢最妙的是最古的记载 在号称唐朝的 在明朝发现 说梁山伯发现 朱英台是女的之后 最古的记载啊 写了这四个字 我告诉你 这不是我乱掰的 暢然如有所失 你发现朱英台是女的 你忽然间 蛤你是女的 你知道吗 老师一眼给你看 叫暢然如有所失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是欢然如有所得 哎呀你是女的 对不对 有同志同学马上就说 老师很明显啊 杨山伯喜欢的是 男生的朱英台啊 杨山伯同志啊 你看不出来吗 我说哦 那他后来为什么去提亲呢 同志刚才假结婚啊 好了 暢然如有所失 然后这个记载都没交代 我觉得这段可以有很多的可以演的 同志版当然是一个了 不是不可能的 然后后来就 朱英台就回去了嘛 中途休学嘛 就为了什么也没讲嘛 是被搞大肚子了呢 还是被性侵呢 还是被家暴呢 什么的 那是我以前 办一个台大梁祝节 因为梁山伯朱英台故事 非常奇妙 是唯一的古代的 发生在校园里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台大校园 我就发明台大梁祝节 叫什么 台湾大学性别平等教育日 你会觉得有意思吗 没意思 台大梁祝节 你就觉得是个节日嘛 而且这个故事很感人的 很多发生在台湾空间 好了 朱英台回去 梁山伯这个戏里面是说 师母就提醒他说 哎呀 其实朱英台是女的 你要去其他人家提亲 然后是个女的 就完全不演暢然如有所失啊 演了就尴尬了啊 所以后来的演 这戏都不演的 又从异性恋的解读 暢然如有所失这句话 就一定要删掉 不删掉解释不下去 所以就删了 删了以后呢 梁山伯很高兴的要去提亲 结果人家朱英台 已经取配给别人了 你知道隔了多久去提亲吗 古代人14岁就嫁人 最早的记载隔了三年去提亲 梁山伯大概延避啦 一直延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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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避延避延避三年了 为什么 为什么搞了三年你才去提亲呢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念博士班吗 我觉得很大的困惑 你既然已经知道她是女的 你三年后才去提亲 你有诚意没诚意你是不是 你考虑什么 后来当然你觉得三年去提亲 这太不合情理了嘛 谁都会改嫁嘛 不是改嫁 谁都会先 谁先来谁先来嘛 你三年都不来 我怎么知道你对我的情意啊 了吗 你现在有一个人三年不给你联络 三年后跟你联络 说要跟你结婚 他当然就参加那个团去了 对吧 就入团了嘛 叫去识团嘛 三年后算什么 所以后来戏剧都改成三个月 这样合理嘛 三年不合理嘛 懂吗 就三个月 三个月提亲 提亲说的已经取配给马家了 因为当今圣上姓马 所以我们不能乱讲 那是历史的马家 这尴尬了 对吧 以前他不是总统 我讲课都很那个 现在是总统讲话 要小心 真的不是隐射 好啦 那行不给马家 然后这人呢 梁山坡就回去 就病死了 就病死了 电影就说 就吐血了 古代的那电影 最喜欢演出那样 白手帕 然后轰轰的一票 然后你就知道他生病 所有人都得肺病嘛 那什么就这样死法 那都没有别的死法 没有别的疾病嘛 真的很奇怪啊 反正戏剧了啊 怎么样演 Dramatic的怎么演 然后终于拿去呢 就是说 要去 嫁许配给马家 要去马家的路上 他说我要经过那个坟墓 然后就号称他经过那坟墓 就枯坟呐 枯坟呐 那坟墓就裂开了 裂开了 是自己跳下去了 还是不小心被拉下去了 这 这就是不同的演法了 你知道吗 你假如是农历七月 真子弄片 那就被拉下去啊 对不对 如果是那你就 就这样跳下去 懂吗 这是不一样的故事 这故事我就觉得 怪力乱神到不行啊 然后是 中国最美的爱情故事 我不知道美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美在哪里 所以那个都是 不听爸妈的话 罗密欧朱利也不听爸妈妈 梁占博中心台不听爸妈的话 还有上礼拜讲的那个 连理智跟这个 比翼鸟的故事 那不听皇上的话 不听当政者的话 这不都革命吗 所以爱情是一个很可怕的力量 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 为了跟那个人在一起 他什么都不怕 像你爸妈最怕的也是你这样 爸妈我已经买好澳洲机票 我要去看我澳洲的网友 你要去看澳洲网友 什么样的人 杀人魔人都不知道 爸妈再见 呼就飞去了 这是上新闻的 怎么会有这种 就飞去了呢 你爸妈都不管 一个你从未见面的网友 对大妈来讲从未见面 对她来讲她的soulmate OK 那寻找自己的soulmate 然后你才能合为一体啊 你现在基本上行尸走肉啊 再来看 soulmate 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 有了她以后 我们才合为一体 去了被骗或什么 就不知道了 所以爱情你不要小看 爱情很多人很怕 因为这打开了像潘朵拉的盒子 出现一堆乱七八糟 最后剩下希望 今天上你们上这课 万一开了翘 你们最害怕的是你们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 有人来监听呢 上课以前 这学期好像没有 女朋友修课 男朋友来坐旁边 那为什么呢 养慕孙老师吗 才不 他看这个人在讲什么怪力乱神的话 骗他女朋友 万一不行 他就叫女朋友不要听 那老师乱讲 监听到这种地步 我说你还跟他在一块 我就撬他 有人因此分手啊 我说你看出来 他是一个control freak 控制狂 他不懂得尊敬你 特别他不懂得尊敬老师 这件事情 你就不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 真的是 我哪一天被人家在黑暗像 看不过得也被打死 你就知道 警方说那毫无头绪 别 就跟那个上课的人有男朋友来呢 就他 你比福尔摩斯还神啊 好啦 那也有人 在这个Clyde跟Susan Hendrick 这个应该是夫妻 不会是兄妹 就把这六个项目呢 拿来做量表 你看他怎么做的肉体 我的爱人跟我初次见面就相互吸引 各位不要幻想 你的爱情也会这样 我说过 这是很罕见的例子 很多人初次见面 就是初次见面 朋友也是一样 更何况 男女朋友或其他的好的朋友 初次见面 或其他的好的朋友 初次见面相互吸引的例子非常少 如果你真的碰到 你真的是很幸运的 但是不要认 不要以为初次见面的爱情 就会维持比较久 没有这种研究报告 会久会不久不知道 那要看你自己怎么去 去跟对方怎么去协调处理 怎么样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我当然跟我之间有刚好的身体吸引力 这个刚好啊 有的时候是看阶段 你刚开始 你们年轻 在碰到性的问题上的时候 难免会觉得 哇有好多没有尝试过 男生特别是 哎呀我们可以这次尝试这个 下次尝试那个 那有些女生呢 也可以做变得很快乐 如果你对你的身体有了解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有一个人很快乐 另外一个很痛苦的 蔡秋凤的歌 叫什么 什么什么 听到我 听到我 什么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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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以前讲得很顺的 怎么这次没有那个 对啊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说 这样歌已经唱到这个地步了 那还有什么秘密呢 没有秘密了嘛 就好像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的歌好像不是这样的意思 各位可以到YouTube 强看全文 不要断章取义 好 那他有时候性爱很密集很满足 年轻的时候不容易 老人家要再这样的话 大家也活不太久 所以说 这是有年龄的限制 年轻可以 老人不太行了 老人睡在一起 大家就打呼了 我们上床吧 在老伴来讲 那是 那意义跟年轻的时候 我们上床吧 是不一样的意思 懂吗 这个你到我这年纪 慢慢就知道了 好 我觉得爱人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 这个东西 这东西没话讲 我没话讲 就是说这是个迷信 为什么叫命中注定 我见到多少看起来 在别人眼中看起来 狼才女貌之人 后来分手了 有一个狼才女貌 我问他说 你怎么分手 你们就狼才女貌了 他说你不懂了 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就四个字 渐行渐远 当然有时候 不必跟我交代一切了 狼才女貌 那你有一天 还是狼才女貌啊 可是渐行渐远啊 所以狼才女貌比较重要 还是渐行渐 还是行越远 还越近比较重要 行在一起比较重要吧 才貌不重要吧 各位千万不要把priority摆错啊 不要摆错啊 好 那命中注定在一起 那命中注定呢 那可以当成连续句的名字 那会很红 如果不是的话 不要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情 有人呢很大的痛苦之一 来自于他的错误的想像 有人失恋 我说你痛苦什么 你喜欢那个人吗 他说其实也不是 那你怎么样 他说呢 我年轻的时候我希望 我这一生只爱一个人 然后一生只有爱一个 爱到底 我的初恋就是我的最后的恋 我说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 他说我的亲戚 我的表哥表姐所有人 我爸妈都是这样的 我说那恭喜你 变成你们家族的第一个 The road never taken by your family members 他老师这好吗 我说你开创你们这个家族的新纪元 我说你不喜欢这个人 你为什么就得 因为他是你第一个认识 你就得惊下去呢 什么逻辑呢 就因为你们家人都这样 你们家人都幸福嘛 这才是问题 怎么会是因为我们家族有个传统 就是我们就会跟我们认识 第一个人结婚 然后就一辈子跟他在一块 你什么家族啊 阿达嘛 什么家族啊 我跟他讲完 他就忽然间像是没听过一样 就释然了 对他的失恋就忽然间就不重要 我说原来你失恋是因为 不是痛在那个男人是你很喜欢的 而是因为痛在这件事情 你破了你们家族的力 我好惊讶 他也好惊讶 然后最后他很快乐 我也很快乐 最简单解决失恋问题的就是这样 因为他真的不爱他 其实他真的没有那么爱你 有趣耶 然后最近有听到一个故事 因为他是教会的人 他太太要跟他离婚 痛苦的要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教会不准离婚 就他痛苦的是因为教会不准离婚 不是因为他跟他太太有感情 没感情 而且他是教会的高层 他们祖宗几代都是教会的高层 他要离婚了 这对教徒怎么交代 我说你信的是天主教基督教 基督教 我说基督教可以离婚了 天主教是不行的 但是有别的办法 基督教可以啊 你干嘛一定要觉得不可以 你跟他去 人家不愿意跟你结婚了 不愿意维持婚姻了 没有挽救的余地了 那你为什么要卡着说 因为我们家没人离婚 说我也不该离婚 然后把自己搞得那样子 可是人家要跟你离婚啊 你为什么你的理由不是你爱他 你的理由也不是怎么样 是因为你们家族 你就丢脸了啊 我跟你讲 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高等幼稚高等啊 我们还在四楼啊 这些念书都在五楼的啊 高等的啊 我看到有些人的愚昧 就让我想到我大学时候的愚昧 愚昧不可怕 不知道自己的愚昧 这才可怕 愚昧 愚昧 你就来上课 来学 你就开窍了 开窍就成长了 愚昧就从此跟你拜拜 可是你永远不学 永远卡在一个 你不能跟人家说的一个奇怪的理由 因为你们家没有人家 因为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那你都不考你呢 人家跟你没感觉 最重要的事情 你有没有去做挽回 没有挽回 那是不是就大家说拜拜 如果没有明天 要怎样 说再见 薛悦的歌 这歌词写得非常好 我每次讲到都有点 眼中会泛着泪筐这样 因为薛悦回来唱这首歌不久 他就过世了 可是在分手也一样 如果没有明天 你已经努力不会有明天 你真的要怎么样说再见 这是人生智慧 退场 退场都要退得非常漂亮 包括跟人交往 不要弄得很难看 不要拿刀杀人杀自己 不要那样 就没有智慧的人 好 我希望你们上我的课 学到这个智慧 进场漂亮 退场也漂亮 不要自欺欺人 不要自杀杀人 这是上课才有意义 不然的话 就听一堆故事 有什么意义呢 你上网看就可以了 目前已经超过八十几人 我刚刚又自己点阅了一遍 不好意思 自己点阅了三遍 不知道能不能扣掉 我要看一下多少人呢 就点到了 好那这六个呢 就是那个我的爱人出书相 然后呢 注定相爱 还有我的爱人很快就发生肉体关系 发生肉体关系 这事情我上次跟你说过 你应该好好的先去念一本 有关性爱方面的书 正式的书籍 了解探索一下自己的身体 如果一定要发生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发生 如果你不发生 你也让自己知道 可以发生的时候 你是会做的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还包括你会不会做的问题 这都要一并考量的 那你要不要那么快发生肉体关系 这也是你可以决定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你趁着还没发 事情都没发生的时候 最好好好想一下 等事情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有一些方案 就像防火的训练 消防演习 一定要在没有失火的时候 失火的时候 在做消防演习 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理 我希望你在还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时候 好好学 好好的探索一下 包括你的身体 包括你跟别人的关系 这对你都有帮助的 都有帮助 不然你来学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肉体关系呢 有的时候是overrated 没那么严重 但很多人把它看得很严重 那有人又相对的到另外一极端 看得完全不严重 这我们到内章再说 第六 我的爱人跟我彼此了解 我的爱人符合我心中外形的美 跟帅的标准 那个都会有 但是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不要我每次要警戒Facebook 你要想到Hardbook 你的心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要学会怎么样看一个人心 怎么样让自己的一颗心是好的 互相辉映 这是很重要 游戏爱呢 你看我尽量让我的爱人保持 我一定承诺的不确定感 所以有些人说男人不爱不坏 女人不爱 那就是讲这种 这种男人就是可以把女人玩弄在鼓掌之上 让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那他帅他有本钱他可以玩啊 我要是玩这个 那早就人家跟我sayonara了 那有些人是有本钱 帅哥有这个本钱 但是呢 有些情绪上不稳定的人也有这个本钱啊 他有那种小小坏坏的特质 但是你真的觉得好吸引你 别忘了他那小小坏坏的特质是不会改变的 他跟你在一起以后 他会跟别人在一起的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会被人家爱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这样讲含蓄到不行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认识了一些这个同学 这样讲含蓄到不行 对不对 然后那些同学有人呢 就帅到不行这样 就有人来告他这样 帅到不行 我一眼看哇靠 他低着眼睛的时候 男生那个眼睫毛是长啊 大帅哥一个 大帅哥有很多情感问题 大帅哥不会处理 他来者不拒 他就是以前有一个名人说的 不拒绝 不负责 然后不什么这样 有三个原则这样 我听完我都觉得很不齿这样 我的一步就是不齿这样 好像自己是风流倜傍 一直有这样的 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 同学你不信也会碰到这种人 你如果比他高你就跟他玩 你如果不行 避啊 我只有一个字件避啊 避之唯恐不及的避啊 别啊 你打不过他 你玩不过他的 很多电影呢都要演浪子 最后被一个纯真的少女的心给俘罗了 同学那是电影 我听到太多的是浪子把处女的很多东西给俘罗了 OK 他最不要的就是那颗心 他玩不起啊 他没办法玩真心游戏啊 有些人可以玩游戏 他没办法玩真心游戏啊 他可以跟你啊 上床可以带你去玩啊 他可以跳舞唱歌 他非常有趣的人 就是no commitment 他不知道怎么负责 他也不会负责 开裆裤心理啊 他不需要负责啊 想小便就小便了 反正不会尿尸裤子 反正别人会替他擦屁股啊 被爸妈宠坏的小孩 那女生你会叫他公主病 男生好像没有人叫他王子病是吧 有没有有这样说法吗 也有 好那就是王子病啊 奥姬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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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千秋王子 那叫什么 交响情人梦是吧 我太太看了说 怎么那么虐待女生啊 要把那女生一打 那女生啊 口水什么的 太夸张了 我们姓名贵的人不能看这个戏 不能暂停中这个戏 要偷偷看 偷偷看要批判 这怎么行 交响情人梦 好多同学爱的钥匙 还说老师 我因此爱上了古典乐 我说我爱上古典乐 理由跟你实在是差太远了 我不需要那么多理由 不要需要那种奇怪理由 去爱古典乐这样 好 我相信爱人不知道某些事情 是不会伤害到他 意思说我会期盼他 我会隐瞒他 然后我认为这对他好 好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就是不要欺骗别人 你以为有些人对他好不好 你要听听看他的想法 爸妈最容易用这个 我对你好啊 弟弟妹妹 我跟你讲 不要修爱情社会学 修你苦恼啊 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很苦恼的 爸妈爱你就好了 你这辈子不要出去工作 哈弟弟妹妹这样啊 我们不要谈恋爱啊 你妈妈有时候 特别喜欢用我们这两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啊 因为这叫 从心理分析来讲 你爸妈就有separate 你妈妈特别是 有separation anxiety 因为他 你从他身体上来嘛 那割断期待 在形式上割断了 在心理上是割不断了 你出嫁 你妈妈等于是陪嫁 in a way 你妈妈等于是陪嫁 所以男同学你不知道 你娶两个人啊 买一送一第二件六折啊 第二件六折 好可怕第二件六折 我要感谢同学 昨天有人买了第二件六折 给我喝这样 我就怀疑我喝的是正价的那一瓶 还是六折那一瓶 好 所以呢 有些人就这样 他觉得他比你高明 所以他觉得他可以替你判断 你什么是对你好 什么是对你不好 你需要吗 你需要 我好笨喔 你替我做主好了吗 那你我的麦当劳 你随便点嘛 从一号餐到六号餐随便点 这问题就小啦 人家可以帮你决定 什么是你要知道 什么是你不要知道的 我没办法 平等对待 我是真心奉行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的 你们假如不是要装小 要装可爱 要让对方要装 觉得自己这样才被照顾到 同学你上我的课是白搭 上课要学到东西 不是只听听故事 然后回去笑一笑而已 我的笑话故事都是让你学得轻松 但是你要很严肃面对人生的问题 我来教你 不是为了念书 我来教你 是让你人生变得更美好 让你的伴侣人生也变得更美好 让我们大家都变得更美好 这是我教你的目的 如果你不是认同这个目标的 真的不必来学 好了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